第361章 皇家二老之南 万寿城 自从由三大势力掌管之后 几乎没出现过任何大战 曾经在这里挑衅三大势力的人都已经去见阎王了 万寿城 在末大的西北是一片净土 多少人犯了仇杀之罪 都会潜逃这片土地躲避 多少年了 在万寿城中的人们已经习惯了无斗争的安定生活 如今一大片惊天动地战斗声音宛若绝世惊雷 吓得所有人魂不附体 他们都知道这一夜将是万寿城镜百年间最不安静的夜晚 一些强大的散修 都不敢轻易去查看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赵家那边强大的震动让他们有一种可怕的余计感觉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难道三大家族开战了 可怕的气息 绝对是黄街强者出手了 赵家完了 黄街威能如此可怕 天尊不出 无人可挡啊 百年的安定 看来又要过去了 不知道这是或是福 赵家家院上空 两道人引不停地晃动 一阵阵可怕的冰锥 冰雪 土刺 土墙在不停地对轰 一阵阵能量与颇阵散开来 吕不韦是低阶帝皇巅峰 皇令谷是中阶帝皇 二人本来有所差距 可是皇令谷被偷袭重伤在先 不能发挥其全部威力 反而被吕不韦压着打 赵家后山上空 同样有着惊人的战斗 皇令姬已经断了一臂 没有人会认为他能在摩帝手下三招 可是 结果让灵孝大吃一惊 皇令姬已经与摩帝打战了三十几招 虽显败机 可是仍然能苦苦支撑着 偶尔还能发出绝地的反击 差点还让摩帝吃亏 灵孝越看越是心惊 他觉得皇令姬使出的高阶玄技真的很眼熟 这 这是斩月剑技 灵孝观摩了好一回而后 终于想起来是什么剑技了 皇令姬如今使出的绝对是密境镇天宗中所获得此阶剑技斩月剑技 灵孝对斩月剑熟悉无比 可是皇令姬只是单臂使出 动作稍有不同 这才让他看了这么久才认出来 用来用去都是前三世 难道皇家是万年前镇天宗的幸存者 灵孝猜测想着 斩月剑是镇天宗的镇宗玄公 一直被封存在雕像之下 如今已经全部印在了灵孝脑中抹不去 皇家不可能获得的 所以他才如此猜测 皇令姬断了一臂 尽管有着高阶剑技相抗 可是却支持不了多久 摩蒂发出连串冷笑道 别玩抗富裕了 乖乖受死吧 一道道触脚不停地朝着皇令姬包裹而去 所到之处皆有腐蚀的浓烟冒起来 任何人被沾上一丁半点 只怕都会腹骨无存了 皇令姬的护体神光越来越弱 精血不停地流逝 让他大感不妙 凉的 就算要死老子也要拉一个垫被 皇令姬满头汗水流了出来 他已经知道自己的极限已至 大喝了一声 嘴里大口一吸 周边的灵力不停地朝着他涌了过来 他一身气势再临最高点 二弟不要啊 隔着老远的皇令谷察觉到了皇令姬的意图 转过身来大喝道 去死吧 白鸟震天 吕不韦抓住千军一法的机会 手中的银歌轰出一只近百米大的冰鸟 冰鸟嘶叫 展翅冲天 冰封天下 皇令谷赶紧回顿格党 周边营绕起无数的土墙 可惜 太过匆忙 防御能量不强 被轰飞出了大老远 一口口鲜血喷洒了出来 另一名 皇令姬朝着魔地急速地扑了过去 大有一副同归于尽的样子 皇令姬一张老脸都争吟扭曲了起来 大吼道 来啊 和老子一起上路吧 魔地曾经是一个征战四方的主 一眼便看出皇令姬想要自爆丹田与他同归于尽 哼 就算天尊自爆都没可能伤到本地 你区区一黄街更不可能魔地神色移中了几分冷横道 接着一边快速后退 双手不停递结着玄傲的手印 一团团黑雾拮聚了起来 黑暗囚禁 魔地双手朝前一撑 一幕巨大的黑雾如一方苍穹压下 四周的空气都被挤得向外扩散 吹得不远的灵啸又倒飞出了数十米 皇令姬被那团黑零阻挡住身体 他拼尽了全力想穿过那黑雾 可是确齿不难行 不 我不甘心 皇令姬自爆在即 他的身体已经渐渐出现均烈的状态 他瞪大了血眼 咬了咬牙根 体内开始燃烧精血 加强冲击力 那党在他身前的黑雾终于被他挤了进去 朝着魔地继续飞进 我操你姥姥的 小小黄街居然破了我的黑暗囚禁 不过 想拉本地下水 不可能 魔地又后退几百米大骂了一声 双掌连连拍出强大的黑雾 黑暗囚禁叠加连着轰出五方黑雾 总算让黄令姬止步于他百米之前 不 黄令姬自爆的气息已经压制不住 他非常不甘地惊呼了一声 身体终于全部裂完 通龙 黄令姬开始自爆 一股强悍的爆炸风暴如十级台风 又如绝世惊雷可怕至极 赵家后台之地立即被爆成一只数百米宽的深坑 魔地与黄令姬最近受到的波及最大 何况此前他消耗也不少 整个人被于颇阵伤不清 灵孝早已经开溜 可惜仍然被震的身体坠落了下来 差点撞在一块岩石之上 妈的 黄杰自爆居然可怕 灵孝拍了拍胸部骂道 二弟 黄令姬惊呼了一声 不敢再逗留 转身就开始逃亡 吕不韦 赵世仁 来日自当血债血肠 黄令姬临走之际立下重视 他知道自己一人留下来根本无法奈何吕不韦和赵世仁 只有等恢复了伤势再做打算了 想逃 本都没有 吕不韦杀的欣喜 他知道今夜不留下黄令姬 来日肯定是他们吕家的灾难 吕不韦服下宿灵丹 整个人画出一道冰封 朝着黄令谷呼啸而至 灵孝也命令摩帝叫道 快去拦住他 摩帝点了点头 从自己占据着身体的空间界中取出了几颗疗伤丹药 我操他姥姥的 这么垃圾的疗伤丹药 他手中的已经是四阶的疗伤丹药了 在西北可是极为罕见 却被他骂成垃圾 这要是让别人听到真是情何以堪啊 摩帝扶下丹药喃喃了一声恢复果然很慢 接着他才画出一道黑雾朝着黄令谷追了过去 灵孝也没有闲着 风属性提到极致 再配上云踪内影 画出一道道残影追了过去 黄谷令已是受伤之躯 尽管也服了加速丹药 可是速度仍然缓慢了许多 他不敢逃回家族 只能朝着万寿窟的方向逃跑 他刚刚逃到万寿窟的周边 吕不韦已经追了上来 看你往哪跑 吕不韦惊吼一声 迎歌横扫而去 黄谷令不得不回房 手中的盾牌不愧为五阶的玄器 再次映售了吕不韦一击 只是把他再次震退 并没有伤到他 吕不韦 你当真要与死破网 黄谷令大叫道 哼 你们黄家和赵家一起来欺凌我们吕家的时候 为什么不这样说 怎么说我们同出一宗 我大哥刚死去就想来夺那份残途和我们吕家的基业 你们做出一 还怪我做出五 等着受死吧 吕不韦冷横了一声 捂着银哥继续轰了上去 黄令谷不敢恋战 再次转身逃跑 他心里暗赋等我养好伤 一定要学习你们吕家 可惜 正当他要逃向另一方时 一道人影却是挡在了他身前 这不正是追上来的摩帝还有谁 虽说摩帝没能发挥赵世人中阶帝皇的实力 可是他几千年前的道行还在 速度上自然不会比之吕不韦和黄令谷差上多少 天王我皇家 黄令谷仰天长笑了一声 神色说不出的寂寞 摩帝冷笑 手爪朝着黄令谷的胸膛抓去 吕不韦迎戈兵鸟如锥 朝着黄令谷背后灼去 想杀我 你们不付出点代价怎么行 黄令谷与之前的黄令姬一样露出了死质的神色 只见他全身一阵 身上的衣服静散 露出里面一件土黄色的胃甲将他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同时手中又多了数十颗增强灵力的丹药 他一口气服下数十颗四阶丹药 这些丹药全是增加灵力所有 平常一次服一两颗都足够消化一段时间了 如今他却一口气服完所有丹药 显然打算拼死一战 通龙 摩蒂和吕不韦的强招轰在了黄令谷之上 却被一股强横的气息给震得飞弹了出去 来吧 今夜不是你死就是我王 黄令谷气势急剧回升 战役沸腾 手持大刀当先朝着吕不韦斩去 三大黄街开始大战在一起 一阵阵灵气于颇阵的方圆数百里的树林 杂草横飞 那些低阶灵兽都被强着强横的气势下的巴在地上 不敢随意动弹 灵孝在三人一千米前停了下来 他可不敢靠得太近 要不然死都不知道怎么写 灵孝认真地盯着三人的战斗 脑海之中不停地演化领悟 他如今只是初入王街 离地黄街还有很长一段路 此时能看静静地欣赏黄街大战 对他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领悟机会 三人也不知道战了多久 东方已渐渐腐白 灵孝静心观摩 心中对于帝黄街的战力了解不少 更是落下几丝异样的领悟 第362章全是我的 东方腐白 几缕阳光射破苍穹 万寿窟绿树参天 灵草遍地 香花盛战 万寿齐名 万寿窟周边 方圆数千米皆被烘成了鸡粉 无数的树木灵草消散与天地之间 树座山峰皆被夷为平地 三大黄街大战可怕如斯 黄令古服下大量丹药 力敌吕不韦与摩帝 几个时辰过去 他的身体终于开始承受不住 皮肤之间都长出了血液 七孔鄙视鲜血涓涓 宛若恶鬼附生 让人觉得发毛 吕不韦与摩帝也好不到哪去 二人皆有多处损伤 战力节奏下降 看样子应该是支撑不了多久了 不行 绝对不能这样下去了 我一定要让黄令古彻底消失 吕不韦心里暗覆想到 接着他突然生出 要与黄令古同归于尽的念头 他对着摩帝大吼道 你先退离 我与他同归于尽 他虽然不知道 眼前的赵世人到底是谁 可是他知道与灵孝有关 相信等他死后 应该不会为难他们吕家的 所以才做出这决定 摩帝神色阴阳不定 其实以他的肉体去自爆 可能更合适以下 毕竟这句身躯与他属性不符 根物不合适让他恢复到巅峰的状态 只是 他刚获得肉身没多久 实在不想再次化成灵魂的状态 生存下去 就在吕不韦要与黄令古同归于尽之时 灵孝画出几道残影出现在三人百米之前吼道 吕前辈先退下 让我来解决他 吕不韦不解灵孝为何如此自习 但是仍然依旧他的话连退百米 摩帝知道灵孝有所倚仗 也连连后退 黄令古大呼来啊 你们不是要来杀我吗 怎么 都怕了 借着他向着灵孝瞪了一眼你这该死的小畜生是谁 也敢在我面前叫嚣 老子掀灭了你 黄令古喝了一声 大刀画出一道百米大的土黄色刀 隐朝着灵孝砍了过去 小心 吕不韦惊呼了一声 银哥帮灵孝挡下了一击 离灵孝最近的摩帝居然没有动手 他看到吕不韦拦下那一击之后 眼神中透着几分可惜之色 灵孝没时间去理会这么多 是海之中所有精神力调动了起来 那数百滴精神液散发出璀璨的神光 组成一把冰火箭 最后从眉心急飞而出 剑流星 无影无踪的剑王 剑气 朝着黄古令的誓海绞杀而去 黄古令哪里想到灵孝可以如此绝杀是海灵魂 黄古令是中阶帝皇 其灵魂力已经相当凝实 居然可以硬抗灵孝的精神绞杀而不死 啊 尽管没有被秒杀 可是灵魂受创 依旧让他惨叫不已 手中所持的玄气全部掉落了下来 灵孝神色变得苍白了许多 对着吕不韦和魔帝惊呼还不快去杀了他 吕不韦与魔帝才回过神力 迅速提起最后的能量 朝着黄令古轰杀了过去 没有任何悬念 黄令古中是被轰成了一团血水 一带黄街中是陨落 灵孝看到黄古令死了 终于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他脑海只觉得晕晕的 差点让他栽倒了下去 灵孝赶紧降落地面 打坐运起控神诀进行修复精神力 连着重创两大黄街 让他大敢吃不消 要不是在秘境之中用万年食乳液增强了精神力 只怕想要重创黄令古还有些难度 帝黄街强者的灵魂强度绝对不是黄街可以比你的 吕不韦与摩蒂降落在灵孝身边 二人皆是露出极为震惊之色 吕不韦还是不明白灵孝到底有何秘法可以重创黄令古 这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难道他真懂妖术 先是控制了赵世仁 如今又无形伤了黄令古 这这太可怕了 此子只能结交 绝不能为敌吕不韦在心里坚定地想到 摩蒂脸色闪过阴晴不定之色 一股似有若无的杀气腾生了起来 最终他还是没有下手 两个时辰后 灵孝重新站了起来 脸色已经变得红润多了 他朝着摩蒂深深地看了一眼你想杀我 一旁的吕不韦背吓了一大跳 他还以为赵世仁已经失控了 当即就想到手 谁知下一刻 摩蒂深深地朝着灵孝鞠躬道 老奴不敢 哼 你心里有什么心思我都知道 你最好乖乖听话 说不定我可以帮你敬付灵魂 要不然 你绝对活不下去灵孝灵力地喝道 摩蒂在他世海之中留有一半本源神魂 摩蒂心里想什么他几乎能感应一二 只要摩蒂有任何歹念 他立即动用痴妹蓝艳灭了那团神魂 老奴知道 老奴绝不会有下一次摩蒂放逼姿态说道 他一想起灵孝之前的灵魂攻击能力 想到了一些遥远的传说 这才是让他忌惮的原因 吕不韦不解地看着二人 心里对灵孝更加佩服不已 此子当真是人中龙凤 连肇事人这等大能都被其控制 在这片西北之地 他可以横扫所有年轻一代了 哪怕是老一辈都会对他敬而远之 把吕不韦感慨地想到 灵孝不再理会摩蒂 在四周转了一圈 最终失望地走了回来 这时摩蒂首长一摊 恭敬帝对着灵孝道 主人你是在找这个 灵孝看着摩蒂首中的空间界大喜 立即抢了过来叫道 早不拿出来 害得本少四处乱找 每一名帝皇街的空间界 可说都会有不少好宝贝 灵孝自然不能错过收拾战利品的机会 灵孝收好空间界对着吕不韦道 前辈该回去收拾皇家了 吕不韦点了点头道 不错 是时候让他们上路了 顿了一下他对着灵孝公声道 老夫多谢小友仗义之恩 其他有用的这我吕家的地方 吕不韦绝不会皱一下眉头 前辈言中了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自己灵孝 扶起了吕不韦谦逊应道 灵孝这话说的是事实 他对付赵皇两家 只不过为了传输阵罢了 帮吕家只不过是适逢其会 一日后 在两大皇家的合力之下 皇家彻底从万寿城除名 赵家于波也被吕家家主吕正 带着大批高手为杀殆尽 赵皇两家的人 只有少数逃入万寿窟之中下落不明 吕家强势的反弹 让万寿城所有人都为之震惊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昨日还是喜庆的联姻 是个一夜却是庆家反目 血流成河 所有人皆不知道其中的游园 只不过他们都知道 吕家的铁鞋手腕已经是证明了 他们将会是万寿城未来的主宰 消灭赵皇两家后 吕家宣布封城一个月 不允许任何人离开万寿城 他们必须要趁着这个月的时间 彻底整合赵皇两家所有的家业 这里的消息绝对不能让外界的任何人知道 要不然会有人趁机浑水摸鱼 扰乱他们的来不易的胜利果实 吕家在吕不韦和吕正的安排下 正在有条不续地整顿万寿城 灵孝仍然没离去 而是在吕家安排的一处阁楼当中 检阅战利品 灵孝手中有三枚空间戒 一枚来自赵氏人 也就是如今摩帝之前带的那一枚 另一名是摩帝斩了赵氏一所获 最后那枚则是皇古令的 这三枚空间戒都是来自皇街强者之首 想来底蕴相当丰厚 灵孝当然要关上房门好好研究研究 灵孝把赵氏人那枚空间戒丢给摩帝道 打开看看 有没有好东西 摩帝占据了赵氏人的身体 等同于空间戒之主 只有他才可以打开空间戒 摩帝照灵孝吩咐 把空间戒中的东西全部弄了出来 灵孝看着占据了半间房子的东西 眼中全冒出了惺惺发了 发了 难怪这么多人喜欢打劫 真是大丰收啊 灵孝惊呼了一声后 开始捡月多东西 起码有两千上品玄金 一万五重品玄金 二十八万下玄品金 嘖嘖 全是我的 全是我的 灵孝不顾一旁的摩帝 露出一个财迷之箱 把那些玄金全部收了起来 三大家族把持传输阵多年 其财富不是别人能想象的 接着 灵孝又看向那些丹药 知道里面最高阶只是四阶 他挑了两瓶治疗的丹药 其他全丢回给了摩帝 他本身是炼药师 只要有灵草 就不会缺丹药了 除非是那些他还没能炼制的高品阶丹药 灵孝在看向那些灵草 大部分是一些四阶的收藏 五阶的并不多 有三株极为珍贵 一株五星莲花 水属性灵草 具有极强的恢复能力 任何断枝在一个时辰内 只要服下五星莲花 就可以重新接上恢复如初 是一株不可多得的疗伤圣药 一株绿人参 如牧人一般的数千年参王 吸收了大量的牧属性精华 是牧属性舞者的极品灵草 它不仅可以增加寿源 更可以强化牧属性舞者的防御指数 增加领悟牧属性能量的极品灵草 在灵孝是海中的绿翁都相聚为已有了 另外一株最令灵孝欣喜之意 居然是一株魂草 具有增强是海 故拱灵魂的罕见灵草 一株魂草可以让它的精神力 得到较大的提升 对于魔帝来说 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种灵草 吸收它可以恢复它不少的灵魂力 可是那样只会浪费它的大部分精华 发挥不出它的真正作用 唯有凑齐其他灵草 练成五阶补魂丹 才能发尽其真正的神效 灵孝拿着那株魂草队着魔帝道 忠于我 我可以练制补魂丹 让你再恢复四分之一的灵魂 魔帝清晰了一口气 对着灵孝恭敬道 老奴已是主人最忠诚的奴人 第363章感觉挺饱满的 灵孝检阅玩照是人空间界的东西 有些不满意道就这么一点东西 真是愧对一方强者啊 这话要是让赵世仁听到 只怕都会死而复生又被活活气死了 他的收藏不说是惊天宝藏 可是对于任何一名王阶来说 绝对是一笔惊人的财富 只说那些玄金 都不知道可以拍卖到多少珍贵的东西了 还有那些五阶的灵草 足以让多少王阶为之疯狂 另外那些四五阶玄器 受单 真喊的炼器材料 任何一件拿出拍卖也是不小的收获了 何况还有两卷绿阶玄剂和一卷蓝阶玄剂呢 这三卷玄剂 放到西北任何一家拍卖会 只怕都会引来无数的争夺吧 这小子当真是得了平一还卖官啊 灵孝除了把那几单要留给摩蒂之外 其他东西接收了起来 他还是不完成信任摩蒂 万一有一天他背叛了 这些东西就完了 所以他留在身边 才觉得稳妥 接着 灵孝又拿起了赵仁义的空间戒 搓了搓手之后开始剪看了起来 一幕扫过 空间戒里面的玄金哗啦啦地展现 刺得灵孝一阵眼花 我靠 这 这么多 灵孝咽了咽口气叫道 一旁的摩蒂是去地退出了房间 眼神中多了几分不屑之间 似乎在说这么一点东西也值得大惊小怪 真是没见识 灵孝仔细看了看 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发现这里的上品玄金有五千支数 中品玄金有三万五千块 下品玄金高达六十万块 比制造式人的收藏还富有得多 想当初在陨石城 各大家族哪几块玄金出来都显得极为艰难 而人家这里却是以数十万计的玄金 那简直是富豪与乞丐的相比 有着天壤之别 灵孝收拾失态 又去看别的东西 他发现赵世人虽然比赵世亦强 可是好东西还是赵世亦多得多 毕竟他是一代老家主 其财富没有赵家的一半 也有三分之一了 这 这是五阶高阶仙人藤 灵孝望着一株晶莹剔透 散发着阵阵晕阴之气的灵草惊户道 仙人藤与五彩葫芦圣果是一种堪比六阶的极品灵草 功效极为惊人 哪怕是帝皇阶强者见到都要争得头破血流的 顾名思义称之为仙人藤 其壮如仙人飞升 灵气浓郁无瑕 是一株无属性灵草 任何舞者都可以吸收 可以增强体质 大幅增加灵力 提高属性纯属 以上功效并不是最让人心动的 它最值得让人疯狂的是另一项功效 就是可以练化出仙刚战气 仙刚战气是一种无上的威势 可以提升自己的战意 削弱敌人的气势 高手过招 除了实力之外 还要有一颗无所畏惧 战无不胜的信念 如此才可以发挥最佳的作战状态 千万别小看这仙刚战气的功效 如果一名低阶帝皇服用此灵草 则可以展现中阶帝皇的强悍气势 可以压倒同阶对手 战而胜之 这正是仙人藤的最珍贵之处 不过 仙人藤到了灵效手中 发挥的功效更加大了 它可以炼制一种名为仙天丹 仙天丹 五阶顶尖丹药 可以让仙天丹的所有功效都翻一两倍 足见这丹药的珍贵 一枚仙天丹 可以让任何一名灵师直接晋升至王阶 也可以让任何一名低阶王阶连进两阶 直达高阶王阶 也可以让任何一名帝皇阶强者达到当小阶位员巅峰状态 不管任何人服用 都会具备仙刚战气 提升战斗力 仙天丹功效固然变态 可是所需要的辅助灵草也极为珍贵 除了主灵草仙人藤之外 还需要不少的四五阶的灵草 这些灵草可不是那么好找呢 换作一般人 肯定会直接服用了仙人藤 哪怕是一般的炼药师也不会等着拿来炼药 毕竟四五阶的灵草每一株都是极为珍贵难求 等凑齐所有灵草之后也不知道是何年马月了 幸好灵校收藏婆风 在秘境之中又收刮了不少三至五阶的灵草 只需要再找几株灵草 便能凑够一份炼至仙天丹的灵草了 幸好那老家伙没有抱舔天物 真是平一本少了灵校极为兴奋地滴滴道 要知道这仙人藤可不是那么好找 而且每一株仙人藤旁边都会有五阶高阶的灵兽在守护 就算是发现了也不一定有能力去到手啊 这也难怪灵校会如此高兴了 咦 还有一株四千年的幽舌兰 这可是谁属性的珍贵灵草 等回去后正好给孟奇修炼一枚王吉丹 助他早日突破至黄阶灵校 又发现了一株五阶高阶灵草 幽舌兰 其也必兰如水 心如舌尖 灵气萦绕 一看便知此灵草不凡了 经过一番检阅下来 又是一大笔的丰收 可以说 在末大的西北 他已经数得上是顶级富豪了 哪怕是宗门的上代长老都不一定有他这般富有 这是什么烂东西 居然也收到这里来 灵校取出一张破损的兽皮 看了看发现上面画着下歇线图指标 该不会是什么藏宝图吧 灵校猜测想到 随后 灵校并没有细想 仍然让他留了下来 赵氏一堂堂一代家主 收藏的东西绝对不会是什么烂货的 这张图应该也有一定秘密在里面 灵校才不会傻到 见到这图不全就当垃圾扔了 灵校把肇事以空间界里的东西全部分类收好后 又开始检阅黄令谷的空间界 身为皇家老家主兼第一高手 黄令谷的收藏自然不会太羞涩了 拳金 灵草 兽丹 这些肯定是必备的 最后 灵校手中又出现了一张和之前类似的破损兽皮 里面同样画着的视线图指标 灵校把两张残图合并在一起 发现那些界面极为吻合 很显然是同一张兽皮券 只不过欠缺另外的三分之一罢了 难道这三家还有什么渊源不成 灵校望着两张兽皮疑惑地想道 就在这时 门外响起了摩地的声音主人 吕家两位小姐求见 灵校收拾好所有东西 走过去开了房门 只见吕方和吕金义来到房口前 二女各穿着不同沿着的绸缎 把那玲珑有致的身段衬托得极为傲人诱惑 娇脸上都挂着些许娇羞之色 让人觉得楚楚动人 两位小姐有事插人来通教一声 灵校自当过去才是 何必劳烦二位清零的灵校 甚是客气地说道 她知道眼前两女应该对她婆有好感 可是她心不在此 自然不想糟蹋人家两位清纯的女子 所以只好用客气拉远她与他们之间的距离 你是我们的恩公 又是我们吕家的贵宾 我们又岂敢施礼于恩公的吕方 脸上挂着微微失落的神情硬道 她心灵聪慧 又岂能听不出灵校有疏远的意思呢 一想到自己为这村里的身体 被人家看得清清楚的那一幕 心里又是羞涩又是难过 她堂堂吕家大小姐 在万寿城不知道有多少年轻财俊 富商公子追求 她从来不屑一顾 难得遇上让她怦然心动的男子 却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你们也不再叫我恩公了 如果当我是朋友就直呼我的名字就好了 林孝白手说道 吕金上前一步 凶促几乎顶着林孝的胸膛 含情迈迈地说道 那你以后叫我小金 我叫你孝哥好不好 面对吕金的大胆热情 林孝大敢吃不消 她微微后退一步轻笑道 自然没问题 顿了一下她又道 不知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吗 吕金对林孝的反应颇为不少 督着诱人的粉唇说道 一旁的吕方拉了吕金一把说道 家父与二爷爷想请恩公到客厅里一叙 又要事相商 不 看来是为了传书阵遗事了 林孝滴滴滴说了一声 接着又道 那咱们现在过去吧 别让吕家主和吕前辈久等了 吕方迈着连部率先走了回去 倒是吕金直接抱住了 林孝的胳膊 欲语她同行 林孝神色微微一红说道 小金那那啥男女瘦瘦不清 要是让别人看到不好吧 其实她心里却在想看起来不是很大 可是感觉挺饱满的 吕金听了这话 不仅没有放开 反而抱得更紧地说道 哼 我被江湖儿女何必计较这么多 林孝直接无语了 她还是第一次遇上如此热情的女子 要是换作以前 只怕早就把她推倒再说 可是如今有要事在身 不能再因儿女情常耽误了 何况她也不能给她什么样的沉默 到了大厅之上 吕不韦与吕正早已经等候着了 另外还有一干吕家的王阶长老 他们见林孝走了过来 接起身相迎 吕不韦与吕正更是大步上前热情地 拉着林孝的手走了到客席上座 吕不韦拱手笑道 林老弟 这次吕家多亏了你鼎力相助才得以逢凶化吉 保住家业 我代表吕家上下感激不尽 日后有需要吕家的地方 我们绝不对推迟 这话吕不韦之前就单独对林孝承诺过 如今他当着吕正以及众长老面前说出来 是表白了对林孝的承诺绝对不是胡乱放始的 更表明了他对林孝拉扰的诚意 吕正也说道 不错 我们吕家虽说不是什么豪门大法 可是在万寿城内也是输一不二 林少侠可以把这里当做自己家一样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 吕家一干长老皆是对林孝的身份好奇不已 他们纷纷在猜测难道赵黄两家的灭亡 与这位年轻人有关 要不然护族长老和家主为何做出如此郑重沉默 第364章残途之密 林孝直接切入正题道 吕前辈吕家主言重了 小子只有一个要求 不知道林老弟有何要求 只要吕家能办到的 一定会在所不辞吕不韦当先拍胸应道 如今在下有要事要赶往南荒 请吕前辈吕家主开放传书阵 让我离去即可林孝应道 吕正孝道 林少侠 这根本不算什么要求 本来我早就答应帮你办好传书阵一事 只是被赵黄两家霸道耽搁了 如今公子要用传书阵自然会为少为无条开放 吕不韦也说道 不错 这不叫要求林老弟还是在外提一个吧 林孝应道 既然能用传书阵 小子别无他求 只想尽快动身赶往南荒 请二位帮忙安排一下 这怎么行 林老弟你对我吕家有再造之恩 怎么能施恩不忘报呢 吕不韦赶紧说道 顿了一下他又道 这样吧 我吕家收藏室内有不少东西 林老弟你都可以去挑选 只要你喜欢的尽管取走 吕前辈客气了 你老真不需要如此 在下对付赵黄两家也只是为了自保罢了林孝应道 行了 老弟无需再推迟 你对我吕家有恩在先 我吕家没有一点表示 别人还以为我们是望恩负义的白眼狼呢 吕不韦唯唯唯不悦底说道 林孝见吕不韦坚持 只能点了点道 既然如此那小子就不推辞了 就在林孝与吕不韦欲向收藏室走去时 吕今悄然走到他父亲身边 轻轻拉了拉他父亲的衣袖 眼神中充满了无限的期待之色 接着他转身拉着齐姐 一起快速退出了大厅 吕正看着自己一对女儿 在心里轻叹了一生真是女大不中流 接着他对着即将离去的吕不韦和林孝叫唤二叔 林少侠先别急 接着才对林孝说道 林少侠不知道你有家是否 林孝对吕正这问题有些摸不着头脑 犹豫了一下硬道 小子已娶妻了 林孝不禁想起了他与祭司女莫名帝成亲 到最后的真心相待 觉得很不现实 却又是那么实实在在的 心里暖轰轰的 他还没发觉 此时在他心里 祭司女的位置无形中已经上升到 与云梦其一般重要了 甚至有游过之 哪有否那妾 吕正脸色有些不太自然又问道 林孝摇了摇头 表示没有 吕正接着问道 那林少侠是否想过那妾 林孝还没说话 一旁的吕不韦不耐烦道 正而 有事直接说 何必如此拐弯抹角呢 吕正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对林孝认真道 我是想把我那两个女儿许配给林少侠当窃室 不知道林少侠意下如何 这话一出 不仅是林孝变得呆滞 就连那些吕家长老也都是被惊得张大了嘴巴 一副难以相信的样子 如今吕家在万寿成一方独大 吕家二女的身体只升不降 以吕家现在后方势力 就算配任何宗门的少宗主都不会觉得失礼 然而 他们听他们家主的话 似乎想让自己的两个女儿给眼前这年轻人作妾 这似乎也太高看对方了吧 虽说这年轻人一身实力不俗 也算是配得起他们家小姐了 可是要同时送两位小姐给人家当妾室 这太有损身份了吧 要是换作别的公子哥 让其中一位小姐给他当证是已经让那公子了开花了 如今这情况伟实与吕家仲长老想象差距实在太大了 他们不得不怀疑难道这年轻人当真来历不凡 不过话说回来 他们两位小姐皆是万寿城中最艳丽的两朵娇花 他们觉得不管任何人提出这种问题 向来绝不会有人拒绝的 哪个男人不喜欢左拥右抱 何况是送上门来的美丽女子 当真是送羊入虎口 因有不吃之理呢 然而 林孝的回答却让他们都要想泼口大骂了 林孝居然直接摇头拒绝道 吕家仲你这的好意我心领了 如今我这么着急赶往南荒 就是为我妻子去寻找续命之法 她已经时日无多 我实在无心思而女情长 林孝这话没有半分千情假意的心态 她确确实实要着急寻找天古神功要为祭司女续命 如果她在这当口答应了吕正的建议 她还算是人吗 只怕她自己的良心都过不了 还谈什么左拥右抱的伟大理想啊 吕正和吕不韦皆听出了灵效坚定的心意 只能在心里叹息 而这时 外面的吕金跑了进来 美眸泛着淡淡的水雾坚定道 你要去救你妻子不可能用尽一生时间吧 我可以等 等你救好你妻子后 我可以给你当妾 哪怕是婢女我也不会后悔 说完 美眸的泪水狂流了下来 她转身跑出了大厅 接着又传来一句我这一辈子都会等你 林孝那颗坚定的心默然如遭电极 整个人都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了 她实在没想到吕金性子如此直傲 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说出这种话 显然是把她自己一辈子的幸福都堵上了 如果林孝真不回来 她这一辈子还有幸福可言吗 林孝在心中叹息或许时间能淡忘一切吧 林孝与吕不韦到了吕家的收藏室之后 林孝只是挑了几株高阶林草 其他的一概没有药 她已经收官了三大黄阶的所有收藏 已经是非常大的收获了 做人又岂能如此贪得无厌呢 这话要是让别人听到 只怕都会扑口大骂你没有贪得无厌 而是摆贪不厌才对 就在林孝要离开吕家前往传书阵前 她把两张残图取了出来问道 前辈 你可见过这两张图 吕不韦看到这两张残图 神色难掩失态 你是从他们的空间接踪的来的 吕不韦接过图激动地问道 林孝点了点头道 是的 这时 吕不韦也取出了另一份残图 三张残图拼在一起形成一张完整的线路图 吕不韦手中的残图更证明林孝所想 赵黄吕三家肯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吕不韦紧盯着那三张残图 最后常常叹息了一生万年了 整整万年了 没想到这三张图还有重聚的一天 可惜 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 留着还有何用 接着 他把三张残图递给了林孝道 老弟 这三张图你收起来吧 如果有一天你到了中狱 或许可以到这里看看 说不定会有大机缘 不过 没有达到天尊街 千万别去冒这个险 要不然只有死路一条 林孝接过残图差一道 前辈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吕不韦不舍地看了一眼林孝手中三份残图 心叹了一气 背着双手走到了窗边 眺望远空淡淡道 这是我震天宗祖先留下来的一处密境路线图 以你震天宗 林孝差点一个哆嗦把手中的残图都要弄掉了 震天宗 西北历史以来最强大的六品宗门 已经具备了五品宗门的底蕴 早在万年前就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了 如今却仍然有震天宗的弟子在眼前 这着实让人大吃一惊 同时也让人极为费解 随后 吕不韦才慢慢地诉说起了吕家的根源 昔日 吕赵 黄的祖先街是震天宗的那位高权重的长老 他们的实力已经是天尊街 在西北几乎是无敌的存在 这三家的祖先昔日也是好友 他们一起去游历天下 踏入中狱 在巧合之下获得了一份关于秘境的线路图 据说此图的最终所指有着成就地位的秘境存在 三家祖先得知这一消息 立即赶回宗门报信 预举全宗之力前赴秘境 获取爵士机缘 可是 却因此图消息走路引来迷天大祸 三家祖先四早有郁郁 早早安排了自己的后人离开了宗门 没多久 忠玉居果然来人 直接杀入震天宗 一夜之间 震天宗被对方给全部灭绝 无意生涯 更不下强势禁止把震天宗给封印了起来 吕赵 黄三家的后人侥幸避过大难 生存下来 他们三家的人把残途分成三分 各自潜藏在不同的城池隐名买性开始繁衍生息 事隔数千年 三家人靠祖讯留下来的线索 终于回归到了万寿城 三家人凭着残途为政 相互证明了身份 自此开始在万寿城扎根至今 毕竟万寿城是当年震天宗的直属城池 他们一直都想重新破开震天宗的禁制 获得震天宗内的传承 可惜他们实力有限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而后被义宗门的长老发现震天宗所在 可是景平义宗门的实力根本无法破开禁制 后来朱宗得知之消息 在万般无奈之下才想到了 及所有人之行破了这里的禁制 而吕赵 黄三家人身为震天宗的后人 自然不愿意看到这情况 可是他们三家实力却不可能与朱宗相比 最后他们做出妥协 震天宗内的东西任由朱宗去瓜分 但是约定朱宗的人绝对不能在万寿城内声势 为令者必斩 当时三家的人都有庶民帝黄街强者坐镇 与顶级八品宗门有的一比 朱宗也不敢太过放肆 在三大七品宗门同意之下 所有宗门也认可了三家在万寿城的独立战友权 听完吕不韦的讲述后 林孝总算知道事情的使眉 也明白了 为何无限接近五品宗门的震天宗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 原因却是在他手中这三张残图当中 也明白为何朱宗的人都不在这里随便生事了 这一切都是三家与朱宗之间早约定好了的 第365章南天城 南天城位于西北与南荒边界 同样也是龙海阁合聚江宗的分界之地 南天城并不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池 它的发展使不过几百年而已 可是它却比之万寿城更加繁华文明 皆因这城池是西南交界的重要地带 是两大地域的交易往来的重要纽带 往来人口是西北与南荒之罪 商贸活动频繁 舞者交易更是络绎不绝 其中更有文明远近的最大董家拍卖会 董家是南天城最强大家族 而南天城之所以能如此繁华完成是董家之故 据说董家老祖是来天忠玉 后来定居于南天城 以铁鞋的手段开始控制南天城 从此南天城都是由董家说了算 几百年下来无人敢撼动董家的地位 董家的大事如日中天 哪怕是任何一座七品宗门都不敢随便挑衅董家 据说在两百多年前 董家老祖已经踏入了天尊街 成就一代顶尖大能 而董家的弟子也是各个实力强悍变态 单单帝黄街就有十数名 王街更是不比任何宗门少上多少 林诗街更是多如牛毛 如此实力 还有哪个宗门吃饱撑着赶去挪董家的虎须 何况这些都不是董家最强大的原因 董家有如今的地位 完成是董家内有一名无品炼药师坐镇 这才使得董家一直如此兴旺下去 无品炼药师 无论去到哪都是极为尊贵的存在 哪怕是任何七品宗门的宗主建道 都得以礼相待 绝对不敢有任何不敬 要知道在整个西北 达到无品的炼药师 不会超过巴掌之数 可见炼药师等皆是何等难以提升于罕见 据说这名无品炼药师与那董家老祖是结拜的兄弟 一直是董家最尊贵的供奉长老 而董家拍卖会也是因为有他提供的高阶单药拍卖 一直昌盛至今 如今 林笑与摩蒂已经出现在南天城之内了 前一角他们还在万寿城 后一角却已经踏入了另一片陌生的土地 万寿城与南天南相离甚远 如果只靠飞行都要花上近年的时候才能到达 而传输阵却只需要一转眼的时间就到了 可见由天尊皆构建的这种空间传输途径是何等方便 经历了一番波折 林笑总算踏上寻找天古神功之旅了 距离祭司女天古之体爆发还有一年半的时日 林笑必须要在这段时间内赶往古族的祖地 看看自己是否有机缘获取那天古神功了 目前林笑没有时间想那么多了 天涯茫茫 要寻找遗世的一部神功 又没有任何的线索 这无疑是在大海捞针 希望十分的渺茫 林笑摇了摇头让自己忘却这烦恼 脑海之中又出现刚才从万寿城离去的那一幕情景 一想起吕方和吕金那婆娑不舍的眼神 林笑就觉得自己是在犯罪 两位娇滴滴的美人啊 都送到嘴边了 居然还不敢吃 妈的 我现在还是不是男人了 林笑没来由低骂了一句 林笑摇了摇头 带雨摩蒂开始向着城门内走去 刚走进城门 林笑发现居然有不少舞者都骑着各样各样的坐骑向城内而去 有三街的土狼 三街的赤眼虎 三街幽文豹 三街的闪电雕 数十头各异的灵兽聚在一起 看起来十分的壮观 热闹 看到这一幕 林笑没来由张大了嘴巴 这 难道发生了大战了 林笑没来由疑惑地想着 要知道 不管在任何城池一般都禁止其灵兽入城 以免惊扰城内的平民 像南天城这样子 除了有大战之外 林笑实在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就在林笑要举步朝城门口走去之时 身后传来一阵灵兽急迟的声音 所有人都给我让开 董小姐要回城了 一道声音从身后叫唤了起来 主人小心 摩地惊呼道 林笑只觉得身后有着树骨强悍的气息已经逼近了 他皱了一下眉头立即朝着一边闪去 幸好他动作快一点 要不然真被一群灵兽给碾成肉酱了 一阵狼烟翻滚 灰尘似箭 只见一队骑着三阶高阶列云师的队伍以一种急速朝着城内急驰而去 那些在城内口的所有舞者惊吓得四处躲闪 没有一个人敢阻拦 灵笑吃了一肚子的灰尘 没来由按骂道 该死的 赶着去投怀啊 哼 区区小小的王阶也敢如此肆无忌惮 要不要老奴去教训一下他们摩地传音说道 算了 刚来到这里 不宜轻举望动 灵笑挥了挥手说道 那一队人马入城之后 其他舞者居然没有任何怨言 陆续朝着城内进去 这算咋回事 难道是某方大势力 让他们敢怒不敢言 灵笑很是不解地想的 随后 灵笑准备交金币入城 谁知道 那开门的护卫冷笑道 一看就知道是刚从外地来的不知道规矩 我们这里不收金币 只收玄金 没有玄金请绕道 灵笑错了一下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收费的城池 不收金币 只收玄金 这可是在任何城池都没有过的先例 灵笑没来觉得对方是在坑他 就在灵笑欲语那护卫理论之时 旁边一名胖子骑了过来压低声音道 我说兄弟 一看就你知道没玄金对吧 我这里有想不想要 那胖子看起来不过25岁左右 可是却是如圆筒一般的身体 那双重的下巴 笑起来一颤一颤的 那双眼睛简直眯成现了 一看便知道是纯奸商类型的人物 这时 那名守城的护卫笑道 喂胖子 你又来捡平仪了啊 一看便知道这胖子经常在这里出没 这守城的护卫都与他如此熟络了 那肥头大尔的胖子甘笑道 本公子 是吉人所难啊 怎么能说捡平仪呢 灵笑没有回答 另明又有几名舞者分别进了城 他们确实都是如树地把五块下玄品金交上 看到这一幕 灵笑确定这城池与别的城池有所不一样了 他在心里嘀咕早知道 向旅前辈打听一下这南天城的情况了 我说兄弟 你要不要换取玄金啊 只要能拿出三阶灵草 玄器或什么玄技的都可以胖子挨尽 灵笑一副羡慰的样子说道 手中不知何时已经多了五块玄金 灵笑轻笑道 几块玄金本少还是有的 不需要客气 说吧 灵笑手中多了十块玄金交到了护卫手中 胖子健壮 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惊呼娘的 你有玄金早拿出来吗 干嘛在这里装愣子 真是浪费本公子珍贵的时间 灵笑没有与那胖子一般见识 大步朝着城内走了进去 刚入城 灵笑再一次被震惊到了 只见城内关道居然有着数十米之宽 是他目前见过最宽阔的大街了 像如此大规模的关道 人流应该不会显得勇气才对 可是 这情况却是恰恰相反 只见在关道之上 往来的舞者揭齐着千奇百怪的灵兽 在不停地往来 把那数十米宽的关道挤得闹哄哄的 那些高阶灵兽不时地发出挑衅的低吼 而那些低阶的灵兽则不得已主动退让了开来 在这里 能畅通地行走的只有那些等阶高的舞者和灵兽 其他实力不佳的只能在一旁挤啊挤 就像在菜市场赶集一样 简直是一幅热闹非凡的景象 在关道两旁刚示意床床穷楼玉宇 琳琅满目的商铺 豪华奢侈的石区酒楼 仅看这里的建筑就比之子天成和万寿成要豪华气派不知道多少倍了 一旁的摩地只是轻贴了一眼淡淡道 在这种偏僻落后的地方能有这般小规模的繁华城池导演难得了 灵孝听了这话心里四步狠狠地踩了一脚一斑 让他憋得难受得要命 如果说这里只是小规模的繁华城池 那么他的老家陨石城岂不是成了山眼茅坑之地了 不过自己对比了一下 确实陨石城只不过是弹丸的闭塞落后之地 灵孝没来由敢开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人家这话确实是至理名言 如果自己一直满于现状留在陨石城或子天宗内 又如何发现外面是如此地多姿多彩 如此地繁华似锦 紧接着 灵孝开始向下乡人进城一般 开始在南天城四处逛逛 毕竟寻找天古神宫需要的是机缘 不是一两天就能马上找到了 既然已经来到了这里 需得好好感受一下这里的风土人情 到处看看这里有啥能让他觉惊奇惊喜的地方 逛了大半天 灵孝发现自己只走了南天城的三分之一的面积 还有大部分地方没有去逛过 没来由敢开大城池果然不一般 灵孝停下了脚步 朝着一间酒楼走了进去 就在这时 身旁不远出现了刚才在城门外见到的胖子 只见这胖子也挺有个性的 胯下居然骑着的是一只猪 一只三阶低阶的花斑猪 没有啥攻击指能力 速度也是所有零售中最归宿的 最大的特点便是能吃能睡 和普通的家猪没有啥两样 灵孝发现那胖子和那花斑猪在一起倒是十分地般配 嘴边的人似乎与那胖子都十分熟络 不停地轻笑着向他打招呼 这位兄弟咱们又见面了 真是缘分啊 走走 咱们上去喝一壶那胖子兼眼 居然穿过了所有人群 发现了灵孝立即叫唤道 第366章真是个死玻璃 灵孝看着走来的两只猪 没来由一阵恶心 这压得也太极品了吧 本来长得就像猪了 没想到灵兽也弄一只猪 真是彻底让他钦佩不已 宛若那滔滔江水 灵孝不理会那肥子 宇摩蒂直接进了酒楼 那肥子脸皮也够厚 收好了花斑猪 迈着笨重的步伐朝着灵孝就跑了过来 我说兄弟 别走这么快 等等我啊 那肥子喘着气赶上了灵孝说道 灵孝看着他上气不接下接的样子 心里真是佩服的五体投递 这才跑两步啊 就累成这样子了 亏他还是一个中阶玄师的舞者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达到这个境界的 找五有什么事吗 灵孝淡淡地问道 这肥子虽然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样子 可是他出门在外的不得不注意一些 不然被别人坑了都不知道是咋回事呢 我见兄弟你一表人才 风流倜堂 玉树临风 细雨轩昂 肥子对着灵孝就是一连串地 阿谀奉承的话语 说得极其流畅通顺 似乎早已经笔墨在胸 灵孝不禁都被他的话拍得飘飘然了 心里暗想着肥子真是会掩饰猪也 这时 一名从酒楼上下来的舞者 对着那肥子笑道 为肥子 又在忽悠心人啦 听到这话 灵孝犹如从头到脚 被别人泼了一盆冷水 心里难受至极 去你的胡老八 本公子这句乃肺腑之言 绝无半句虚假 那肥子粗着脖子说道 当他转过头的时候 却发现灵孝与摩蒂 已经朝着二楼上走去了 喂 兄弟你听我说 本公子的话是全真心的 肥子朝着灵孝惊呼道 灵孝听到这话 差点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忍不住大骂道 我操你这死肥子 再敢乱说半句 本少活批了你 妈的 还真心的你以为你是绝世美人啊 真是个死玻璃灵孝在心里暗骂道 酒楼之中的人都笑了起来 有人开口笑道 喂肥子 你压得太有才了 把人家这位少爷都要吓跑了 旁边又有一人笑道 可不是 喂肥子你老是用这一招过时了 该换换新意了 另一人又道 这位肥子不仅是肉厚 就连这脸皮都超厚 真是非常人哪 肥子不屑地说了一声 本公子不与你们一般见识 说吧 也朝着二楼走了上去 随后 他看到灵孝与摩帝坐在了靠窗的位置 居然还有脸直接走了过去说道 兄弟 何必拒人于亲礼之外呢 本公子是一片赤诚想与你交个朋友 让他给我滚 灵孝皱了一下眉头对着摩帝淡淡道 喂 兄弟 别 别这样 肥子连连摆手说道 摩帝淡淡横了一声 单手抓出 一只黑色的虚影手掌把肥子给扔出了窗外 随后听到了那肥子的惊呼声 哎哟 我的娘啊 摔死我了 灵孝轻摇了摇头难难道 耳根总算清静了 灵孝点了两壶小酒 十斤灵瘦肉以及其他一些小菜 与摩帝对影了起来 虽说灵孝对摩帝戒心很重 可是却不妨碍他对手下的尊重 二人刚对影到一半时 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眼前 人生真是何处不相逢 灵兄弟真是久违了啊 一名儒雅俊朗的年轻人 手持白纸扇 颇有几分风流的气质 脸上挂着和熙的笑容 向着灵孝走了过来 灵孝看清来人 立即站了起来惊讶到 悬要兄 你怎么会在这 来人居然是曾有过两外之缘的悬要 此前在古济城悬要就参与过季思女的选序 后来当灵孝从古济城返回子天宗的时候 在坟地城与他偶遇 二人皆有一种心心相心之意 仿佛就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 坐下来畅饮 可惜 当日却被劳家的人扰了雅兴 当日与悬要一别后 却已经有大半年没见过了 悬要和尚白纸善笑道 我早已经在此恭候灵兄多日 黄天不负有心人 今日却是遇上了 来来 我们先痛饮一番再说 悬要也不与灵孝客气 直接在灵孝的对面坐了下来 不过 当他看到摩蒂之时 眼角跳了跳 神色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光芒 而摩蒂看着悬要却也是有几分不舒服的感觉 具体是怎么回事他也说不上来 只是他在心却也是对悬要戒备了起来 灵孝又叫添了两壶酒后对着悬要问道 悬要兄知道我要来此 悬要独饮了一杯后 闪过高深莫测之色道 身为驸马爷当然要回乡祭祖了 灵孝神色微微一变 他已能听出了悬要话中的意思 难道他早已经知道孕儿的体质 料定我必定南下寻找天古神功吗 灵孝在心里疑惑地想着 悬要举杯道 灵兄无需多虑 在下并无恶心 只是在下有几分偏门之法 才得知灵兄南下 所以特在此预助灵兄一臂之力 灵孝与悬要碰了一下杯 喝了一口后道 悬要兄能助我 悬要同样喝了一口酒后 又朝着摩帝看了看 确实没有回答灵孝 灵孝只得对摩帝使了一个眼色 摩帝失去地退了下去 悬要兄可以说了 灵孝淡淡道 他心里隐隐被悬要警惕了起来 对方似乎早已知晓他的动向 而他对对方却是一无所知 只凭感觉他对悬要还是挺有好感的 可是这好感仅是朋友之间的情谊 却不能代表悬要是完成是可以信任的 毕竟有不少人很是懂得卫装自己的外表 骗取他人的信任 悬要正色道 在下与大祭司有些渊源 祭司女应该算是我表妹吧 什么 灵孝被悬要这话吓了一跳 手里一抖 几乎把酒碗给砸了下来 灵兄可还保留着我那把扇子 那里曾有祭司女的一幅画 如果我不是他表哥 你认为他会让我给他做话吗 悬要认真地说道 灵孝对悬要这话已经信了五成 他与祭司女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 可是他完成能了解到 祭司女绝对是那种生人物 尽的冷艳女子 而悬要能临摹到祭司女的画像 这已经能说明 祭司女是完全出于自愿让悬要作画的 要不然凭悬要的实力 自然不可能强迫祭司女如此做 想到这里 灵孝更深信了几分 那悬要兄知道我这次难行的事 灵孝试探问道 悬要淡淡道 天谷之体 天谷神功 这下 灵孝完全释然了 那我是不是应该叫你一声悬要表哥 灵孝悠悠道 那是自然 悬要唯唯扬起头颅得意地应道 你想都不用想灵孝没好气道 接着又说悬要兄有天谷神功的下落 悬要摇了摇头 脸上带着几分凝重之色 灵孝失望道 那你如何助我寻找天谷神功 这要靠你的机缘 而我只是从旁起到协助的作用悬要硬道 大祭司花了十数年的功夫都没找到 我对自己都没有太大的信心 灵孝叹气道 茫茫气韵 天下随缘 有些人或许穷其一生都无法做到的事 而有些人却可以在瞬间获得 这是无缘人与有缘人之间的区别悬要带着几分玄机的语气说道 灵孝听着都有着茫然了 他吃了一块肉又灌了一口酒道 悬要兄你觉得我像有缘人吗 你心中有缘自然有缘 你心中无缘自然不能强求 缘起缘灭 一切随缘即可悬要一副高深莫测地说道 灵孝都有些被磁石的悬要打败了 他说这些话中藏话都弄得头晕了 行了都别说了 今日你我相遇 痛饮一番再说灵孝举杯豪爽地说道 酒过三巡 悬要转入另一个话题问道 你身边的老婆是 灵孝不解道 悬要兄这话的意思是 灵孝可不认为悬要会认识赵世人 更不可能感应到魔地的存在 悬要打开白纸扇轻晃了一下道 他煞气很重 江湖险恶 只想提醒你莫要轻易相信他人 灵孝对悬要又高看了一分 没想到对方居然能察觉到魔地的煞气 悬要兄放心 他对我忠心不二 不敢对我怎么样的灵孝硬道 如此就好 悬要也没人纠缠下去 接着又道 明天我们去董家拍卖会看看 董家拍卖会 灵孝愣了一下反问道 没错 南天城市董家的地盘 实力非常强大 他们的拍卖会每月举办一次 但是每一次都会有不少的好东西 有些东西就算是帝黄街墙 都会争得头破血流 悬要点头硬道 灵孝想起了在进城门之时 那一对赶路的人叫唤的董小姐 想来应该是董家的人了 要不然怎敢如此肆无忌惮 灵孝点了点头硬道 既然这拍卖会这么有实力 当然不能错这机会 随后 灵孝向悬要问起了一些 关于南天城的情况 更是注重帝了解了这里 为何可以随便骑灵兽出入行走 通过悬要的解释后 灵孝终于知道这一举错是董家特许的 因为在中狱的许多城池 都可以让武者骑着灵兽入城的 只是进城后绝对要管理好自己的灵兽 莫要起了什么大的冲突 要不然绝对会被抹杀的 灵孝这才恍然大悟 心里暗赋原来在中狱的城池 也是如此管理的 酒后林孝与悬要同行 来到了董家拍卖会附近的 一家客栈留宿了下来 方便明日参加拍卖会 第367章 你天生命犯桃花 董家拍卖会 在南天城最中央的位置 建筑面积相当宽阔 远远看去就像是一座豪华富丽的城堡 青龙白虎猪穴 玄武等树枝神兽精雕鱼玉楼四角 看起来十分地壮观气派 走近后 更发现那石柱和台阶街 是用千年玉石雕成 席上还刻着道道古仆的灵文 门口正上方的匾额 是用千年的古树精雕而成 拍卖会三个字 显然出于某位大能之手 显得仓劲有力 比走龙蛇 甚是大气不凡 这巨大的拍卖会 可以容纳数千人 近来者皆要交纳50块 下品玄金才行 仅仅这入场收费就已经让许多人望而止步 能进来的无意不是豪门大乏 或是强大的散修 佣兵 林孝带着摩地与玄耀并肩走来 看着在门口等候的近江民舞者 林孝不得不按探着董家拍卖会 果然不同凡响 董家拍卖会远近驰名 除了西北的大宗门会派人来之外 南荒朱地的大家族也会有人来玄耀 显然对这南天城的情况比较了解 从旁解释说道 林孝望向那些穿着各异的舞者 对玄耀的话深信不疑 这时 一到惊天的虎啸声响了起来 引得众人皆朝着那方向看去 只见一辆有两头四阶低阶的 烈焰虎拉着的金色堂皇车子 从大老远及驰而来 引得旁人纷纷躲闪惊呼 两得 谁这么嚣张 吓死老子了 小声点 那可是城东魏家的人 怪不得如此嚣张 原来是魏家人 据说魏家人每月都会来参加拍卖会 上个月还拍卖的一卷蓝街虎啸玄宫 对他们家来说可是如虎添翼啊 可不是 魏家虽然没有董家那么大事 可是实力也不容小觑 而且财力也只是仅次于董家 最近听说魏家还要和董家联姻呢 对了 那魏肥子好像也是魏家的人吧 怎么看他就像个药饭似的 整天拿着几块玄金忽悠外来的新人 貌似他是一个废物 魏家已经把他赶出家门了 觉得实在是有入家门 可不是 魏肥子和那头猪太般配了 两头猎眼虎拉着的金色车子 停在了拍卖会门前数十米 一名老仆先走了下来 接着从车内走出了两名25岁左右的年轻人 一名年轻人 身着金袍 神风俊朗 气宇不凡 脸带微笑 使不少女子被其表面所获 另一名年轻人五官威猛 雄妖虎背 背后背着一双黑色巨斧 颇有大将之风 二人刚下了车子 带着十分巨傲之色 瞥了一眼在场的舞者 卖着稳健的虎步 带着仆人走进了拍卖会 这是魏家大公子魏不凡和三公子魏威虎 这魏家是南天城仅次于董家的大法 以经商起家 起恋财的能力就连董家都有所不及炫耀在灵孝旁边说道 是那该死胖子的家族灵孝在心里想起了昨天那极品肥子 好像也是欣慰的吧 魏家的人刚进去 不远又传来一阵阵惊天的地震之声 地面似乎都要晃动的裂开了 只见三头巨像有远及境地狂奔而来 那速度居然快得惊人 路人又是一片惊慌闪躲 当三头巨像来进之时 所有人才看清那是四阶中阶的银角巨像 银角巨像是南方特有的零售物种 五米多高的庞大身材 如钩的巨笔 前额一只银角闪闪发亮 在银角巨像之上 分别坐着三人 这三人都是四十来岁 都有着王杰的修为 头戴羽帽 身着瘦皮 腰挂弯刀 颇有几分瘦人部落的特征 这三人是来自离南天城 最近的南荒蛮族人 就在那三名蛮族人 快要到达拍卖会的时候 一道嘹亮的鸟鸣之声 从半空之上传来 呦 一只四阶高阶五彩神鸟 从天上飞扑而来 一阵阵五彩霞光映照刺眼 周围的那些三阶灵兽 似乎都感受到了那高阶王者的气息 纷纷被吓得哆嗦了起来 有些更加不堪地巴伏在了地上 而那三头银角巨像居然不拒 仰天对着那五彩神鸟 发同挑衅的嘶叫声 坐在银角巨像上的三名蛮人 皆露出几分凝重之色 带头的那名蛮人 对着五彩神鸟上的人拱了拱手道 彩仙子 既然来了何不下来一起入场 站在五彩神鸟之上的美艳道姑 心浮了一下红浮冷横道 就凭你们三蛮人 哪有资格与我一同入内 就算你们蛮王来了 也得对我礼让三分 说吧 那美艳道姑周身萦绕着火色的神光 一股强横的气势 对那三名蛮人压制而下 那三名蛮人 神色一变 发出一声温横 嘴角立即溢出了血迹 彩仙子 木耀七人太甚 刚才说话 那名蛮人顶着威压大声喝道 美艳道姑悠悠道 这只是给你们一点教训 以后休要如此畅狂 说吧 他从半空之中跳跃了下来 那五彩神鸟也随之进了他的灵兽护腕 给众人留下一道倩影 练进了拍卖会之内 那三名蛮人才得松了一口气 纷纷从向背之上跳了下来 神色极为不爽地走进了拍卖会 这彩仙子实力真是可怕 只凭威压便可以伤了三大王 皆旋要轻赞道 实力强 人更美 灵孝简洁地赞道 灵孝一向对手女的免疫力极低 像道姑那身材极为燎人饱满 气质出尘灵动 一态端庄 激起了他心里的战友欲望 这种感觉是对那些同龄 或比他小的女子身上 无法体会得到的 就像当初在陨石城看到 维带儿那时候的感觉一样 李天生命犯桃花 我关你眉宇 红中带黑 最近应该会有桃花节 幸好有惊无险 倒也不用太过担心 玄耀看了一眼灵孝淡淡地说道 灵孝笑道 你确定我有桃花节 全要认真地点了点头 嘿嘿 桃花节就是桃花运 看来本少无论如何低调 都难掩出众的气质啊 那些妹子都会投怀送抱 真是玉句难当啊 灵孝得意地笑道 少废话 幸不幸有你 快走吧 已经很多人进去了 再不进去就没位置了 玄耀没好气地说道 三人交了玄金 进了拍卖会之内 又花了三百玄金包了一个小型包厢镜等拍卖会的开始 一刻钟后 拍卖会的席座之上已经坐满了人 拍卖会终于开始了 一名六旬老者从后场走了出来朗声道 拍卖会开始 依照老规矩架高者的 顿了一下他又道 今天拍卖的第一件东西是四阶低阶白雾花石珠 它的功效大家都应该知道 它很合适冰水属性的武者服用 喜拍价八千夏品玄金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一百夏品玄金 拍卖桌之上 在晶莹的盖子之下有着石珠乳白如雾的花朵 一阵阵淡淡的雾气缭绕 显得极为灵动不凡 拍卖师的话刚落下 立即就有人报价八千夏品玄金 那人报价刚落下 就有人叫唤到八千两百夏品玄金 八千五百夏品玄金 很快价格抬到一万三千玄金之后 被其中一人拍了下来 拍卖的第二件东西是四阶中阶六金丝叶三片 拍卖价一万五夏品玄金 最低加价不得低于五百夏品玄金拍卖师宣布道 那透明盖子下又换成了三片金色叶子 叶身上有着六条如小蛇般的纹路 显得极为奇特 这是金属性灵草 每一片叶子都能增加修为 提高金属性灵气的领物力 经过一番角逐 那三片叶子以四万五夏品玄金的价格卖了出去 随着时间的流逝 很快拍卖到了第十一件物品 这是一株散发着白光的奇怪猪果 是光属性的灵果 四阶高阶三千年白芒果 光属性的灵草极为罕见 其价值也特高 起拍价是五万夏品玄金 价格贵得离谱 一般人还真难以拿得出这笔财富 玄耀看到这珠白芒果后 激动地惊呼道 我一定要拍下来 你是光属性的 灵笑在一旁问道 玄耀没否认 点了点头印道 没错 拍卖进行时 白芒果的价格昂贵 可是却也有不少人竞拍 很快便上升到了八万夏品玄金的价格 最后 玄耀咬了咬牙 以八万五千夏品玄金拍下了白芒果 灵笑对玄耀拥有如此具富而感到诧异 毕竟玄耀也只是出入高阶灵师的修为而已 看来它的来头肯定不低 转眼间 两个时辰过去了 拍卖会已经拍出不下于三十件东西 灵笑还没有出手 前面那些灵草固然珍贵 可是它也有了相应的收藏 有些对它目前用处又不大 到了三十一件东西的时候 终于有灵笑出手的机会了 拍卖的是一株五阶中阶养神草 这是一株能拓展试海 增加精神力的灵草 对修补灵魂也有极强的作用 养神草起拍价七万夏品玄金 主人 一定要把它拍下来 魔帝有些迫不及待地对灵笑传音道 不用魔帝说 灵笑也会全力把它拍下来 毕竟这种对视海和灵魂有功效的灵草并不多见 养神草开始竞价 灵笑立即叫了七万五千夏品玄金 他对养神草是志在必得的 第368章拍卖养神草 灵笑的话刚落下 立即就传出了另一道家价的声音 七万六千夏品玄金 这声音是从另一个包厢传出来的 并不知道是何人在竞价 在拍卖会上买东西 肯定会有人竞价的 灵笑早已经做好准备了 谁叫他洗劫了三大皇家的收藏呢 其财力甚巨啊 难道会连一株五阶灵草都拍卖不下来吗 八万夏品玄金灵笑漫里条斯地叫道 接着又从另一外包厢中传出八万一千夏品玄金 八万两千夏品玄金 八万三千夏品玄金 九万夏品玄金灵笑实在不想等别人一点点的加上去 听着实在淡疼 一下子就加了七千夏品玄金 一旁的玄耀都是被灵笑这一叫价给惊讶到了 只是有点疑惑地看了一眼灵笑 也没有询问什么 灵笑叫价后 沉入了短暂的平静 那拍卖师叫道 九万夏品玄金第一次 还有没有更高阶的 这时 在六号包厢中传来淡淡的声音 九万三千夏品玄金 在六号包厢中坐着的是一名装端艳丽的道姑 看他神态不负刚才在拍卖会门口外那般自然红润 样子似乎不太好看 苍白的脸蛋惹人怜惜 这位道姑名叫彩霞月 别人送了他一个名号叫彩仙子 不过 他虽然有着仙子般的面孔 可是心肠却没有仙子那般善良柔和 私底下所有人都暗称他为血修罗 是男荒出了名的散修 一身实力已经达到王阶巅峰 其手段极其强硬 不少轻薄过他的男人皆被送去见阎王了 他脾气喜怒无常 有时候可以杀人三千里 没有丝毫手软之意 有时候却是连一只蚂蚁都不人才死 无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杀人 也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又成为善良的仙子 现在 他是灵魂受了伤 急需获得眼前的养神草恢复灵魂 要不然等伤势恶化下来 只怕会影响他的境界 甚至会影响他日后的境界 95000夏品玄金灵啸风清云淡地加价道 这时 在10号包厢中传出96000夏品玄金 又有一个包厢参与竞价97000夏品玄金 6包号香道姑加价98000夏品玄金 好一回而后 那养神草就超过11万夏品玄金了 这期间 灵啸一次都没有竞价 最后 6号包厢采仙子加到12万之后 其他竞价者都没在吭声了 这个价已经远远超过了养神草的价格了 眼看拍卖师就要一锤定音了 在灵啸身后的摩帝都焦急地站了起来主人 他还没说完 灵啸就淡淡道 15万夏品玄金 他的话刚落下 在大厅之中的人都哗然了起来 这个价格可是远远超出了养神草的价值了呢 8号包厢到底是谁啊这么牛 估计人家玄金多得扎手了 这可不一定 说不定养神草对人家有大作用呢 拍卖师压了压声音叫道 15万夏品玄金还有没有更高的 在8号包厢中的采仙子被这价格压得大气都快喘不过来了 他手头上只有13万夏品玄金 本来他是志在必得的 可是现在却杀出一个长咬精 这实在太让他感到难受了 如果今天没娶得养神草 那他的情况就糟了 毕竟这种灵草并不多见 就算在灵草阁内都不一定找得出来 该死的到底是谁与我过不去 难道是哪三个蛮人 听声音又不像啊 采仙子咬牙切字的说道 美眸中都冒出了浓浓的火焰 下来没有任何意外 养魂草以15万夏品玄金 由灵草拍卖所得 当一锤定音后 魔帝都不禁稍稍激动了起来 对他来说 任何意诸能养魂 补魂的灵草都是极为重要 就算它可以吞噬别人的灵魂恢复灵魂力 那样的恢复方法却是杂而不纯 完成没有吸收灵草或丹药修复的纯净完美 这可是关系到它是否能重回巅峰状态的重要因素 对于灵草来说这养神草同样重要 它现在对控神诀第一阶段已经全部领悟了 要达到圆满之境就只有靠慢慢修炼累积精神液了 当它是海之中全部出现液化后 便是圆满之境 可是 只靠修炼累积精神液的话 可能需要几年或十数年之功才行 灵孝哪里等得起这么久 它已经尝到精神力带给它的越阶战斗的快感 同时也是它真正杀敌的依仗 它自然想要精神力尽快达至圆满之境了 养神草只有一株 空间界中也有一株魂草 这两株灵草可以使它的精神力翻一番 当然 它也考虑过给摩帝炼制补魂丹 可前提是摩帝要表现出足够的忠诚 要不然 它绝对不会让摩帝恢复这么快的 摩帝吞噬震天宗传承之地的残魂 已经让它增强到可以吞噬帝皇阶强者的灵魂了 如果等它再进一步恢复 说不定连天尊的灵魂都可以吞噬 到时候灵孝可没信心仍然能控制得住它 拍卖会继续进行中 接下来拍卖的都是一些四 五阶的高阶玄器以及各种绿 蓝阶的玄技 灵孝从密进阵天宗所获的玄器和玄技 已经足够多了 根本都没有参与竞价 不过 它没参与并没有影响拍卖会的沸腾 不少家族 散修 拥兵都需要这些玄器或玄技的 能进拍卖会的 谁不是拥有不菲的身家 要不然进来凑热闹有什么意思 很快 大半天过去 拍卖会也逐渐接近了尾声 但是也将是拍卖会的最高潮的时候来临了 拍卖师喝了一口甘泉润了热喉咙说道 下面进入本次拍卖会的最后阶段 也是本月的重磅推出的精品中的精品 只有最后五件了 大家可千万别错过机会 接着 他拍了拍手掌 两名玄师接的侍女双手抬着纸一幕箱子走了出来 大厅中的众人都不禁站了起来 想看清楚木箱子中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了 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宣布第一件精品是天雷兽 拍卖师说道 可是 拍卖师的话还没说完 就有急性的人激动地惊呼了起来 这怎么可能是天雷兽呢 对啊 这么小的箱子怎么可能装有天雷兽呢 而且一点生命气息也没有 有可能是天雷幼兽被封印起来了吧 该不会是天雷兽的尸体吧 众人不停地猜测说道 大家都别猜了 这是一枚天雷兽的兽弹 拍卖师微微一笑 然后掀开了那木箱子的盖 一枚半米大的兽弹出现在眼前 这枚半米大的兽弹周边散发着丝丝紫色电芒 单身已经微微可见一些裂纹了 看起来已经是一枚非常成熟的兽弹了 天哪 这 这天真是天雷兽的兽弹 看样子不出三天绝对能破壳而出了 没错 谁这么厉害 居然连六阶天雷兽的兽弹都可以搞到 太拟天了吧 不知道拍卖价是多少 无论多大代价都值得拍卖啊 以后培养起来 绝对可以成长为六阶的高阶零兽 快说起拍价多少 这枚兽弹我要定了 你们篮家算老几 这兽弹是我们的了 拍卖价还没有公布 大厅之中已经开始潮了起来了 在八号包厢中的悬要说道 如果是雷属性的舞者获得这枚弹当真是如虎添翼 林孝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道 不错 不过虽是高阶零售 可是没有百年难以让它成长起来 大厅之中拍卖师终于揭开拍卖价 以25万起拍 这个价格是目前拍卖所有东西中最高的起拍价了 价格刚公布 不少养让中的家伙已经有大部分伪了下来 25万夏品玄金啊 这可不是谁都可以拿得出来了的 不过 能参与这等竞拍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 在大厅前排的一名中年人率先报价25万夏品玄金 接着 其他人也参与了竞拍当中 有些小家族也是咬着牙参与了竞来 天雷兽 是可以竞带到六阶 甚至是七阶的高阶攻击型零售 如果能培养出一只这样的高阶零售 足以让任何小家族挤进大家族行列了 拍曼没到一刻钟 价格已经上升到30万夏品玄金了 这时 一道洪亮又带着狂妄的声音从三号包厢传了出来 我未加出32万夏品玄金 在三号包厢中 正是南天城第二家族魏家魏不凡和魏威虎两兄弟 刚才叫家的是魏威虎 看他样子是志在必得 不然他不会抬出家门的 三弟 我们低调一点魏不凡为淡淡地对魏威虎道 魏威虎笑道 大哥 我这不是给你拍下来拿去送给董七小姐吗 嗯 有心的魏不凡但笑应道 虽说魏家抬出了家门 可是也有不少是少不拒魏家的 在七号包厢 传出了竞价的声音33万夏品玄金 在十号包厢也有人叫唤道 34万夏品玄金 现在 参与竞价的全部是在包厢中的大势力 在大厅中的唯有一名全身被豆蓬盖住 看不清其面目的人在参与竞价 很快 天雷兽弹的价格被抬到了50万的高价 第369章七街焦龙金血 50万夏品玄金 是目前拍卖的最高价格了 是由三包名香味家叫价的 大家都以为此天雷兽弹非味家莫属了 就在这时 一道精脆悦耳的声音从一号包厢中传了出来55万夏品玄金 听到这声音 在拍卖会下的拍卖师都露出了一丝无奈地苦笑 三号包厢中的魏微虎轻呼道 怎么董七小姐也参与竞价了 难道他不知道大哥拍卖这天雷兽弹是送给他的吗 魏不凡苦笑道 他一直都知道我的心意 可是却一直不领情啊 要不 我过去跟他说说 让大哥拍下来就可以了 没必要让他破费阿魏微虎提醒说道 魏不凡挥了挥手道 算了 由他去吧 一号包厢刚一口后 就没有人再加价了 因为谁都知道一号包厢是专属董家所有 而在包厢中的肯定是董家七小姐了 话说这位董家七小姐 可是专横刁蛮记仇的主 要是他看谁不顺眼 包准那人肯定倒大煤 如果现在有人敢和他竞价 他肯定不会放过对方的 他之所以参加竞拍 借应人家那的拿来给他们董家拍卖会的卖主不愿意私底下卖给董家 董家当然不可能强人所难 不然就砸了招牌 所以只能走正规城市参与拍卖了 第一件精品拍出 接着拍卖师又推出了第二件精品 第二件精品 是一把灵剑 黄灰剑 低阶土属性灵剑气 剑柄如龙 剑身极大 剑纹悬傲 剑尖锋利 散发着浓烈的土黄灵气 仿佛能看到一头土属性灵兽在嘶吼 这灵剑 第一眼给人的感应就是霸气十足 让人联想到一名高强的武者使用他的时候那种勇猛霸道避逆天下的风姿 六号包厢中 灵孝都忍不住惊呼好一把灵气 真是可惜了 他就是喜欢这种霸道十足的巨剑 使用起来才显得拉风酷气十足 为何说他好 又说可惜了呢 全要不解问道 说他好 是因为他锻造的形状是我喜欢的类型 可惜的是 他是土属性剑气 不能为我所用 若到别人手中肯定是明珠寿萌 丝毫不能发挥他的威力 体现出他的价值来灵孝一本正经地说道 听了这话 炫耀没来由翻了翻白眼 心里暗骂着撕的脸皮还真不是一般厚 低阶剑气黄辉剑一把 起拍价五十万夏品玄金 最低加价不得低于一万夏品玄金拍卖师朗生帝说道 灵气一出 所有人再一次为之沸腾了起来 不管是在西北或是南荒 灵气绝对是极为罕见的 拥有了灵气 就相当于多了半个地黄街强者坐镇 越街杀人绝对不是什么难事 五十一万夏品玄金 五十二万夏品玄金 五十五万夏品玄金 价格节节攀升 很快就叫到了七十万夏品玄金了 我为加出七十五万夏品玄金三名包厢中的 魏威虎再次朗生叫道 这灵气无论如何都要拍下来为不凡虎目中闪过坚定之色说道 我知道了大哥绝对不惜一切代价拍下来的为微虎重重地点了点头道 七十六万夏品玄金一直很少有动静的四号包厢参与了竞价 在四号包厢中同样是南天成一大家族蔡家 实力与魏家不相上下 只是在财力上比之魏家差了不少 这才让他们排在南天家第三的位置 在这包厢中的是一名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 还有一名中年王阶仆人 那年轻人名叫蔡真 蔡家家主长子 蔡家未来的接班人 修炼的正是图属性伶俐 他现在已经是一名半步王阶 只需要对灵气进一步地称控 力量累积足够自然能入王阶了 少家主 这次老家主交代了 在一百万之数内 随便少家主你使用那名中年王阶 唯唯公身说道 蔡真轻点了点头道 魏家内有一名上代长老好像是修炼图属性的 想要拍下来估计的下点邪本啊 我这里还有二十万下金玄金 那名中年王阶犹豫了一下说道 哈哈 好华熟 如果真能拍下来 回到家族后 我一定让人双倍还烦给你的菜真笑道 这时 零件的价格已经被叫到了八十五万金币了 十来个包厢中 除了两三个包厢没有参与竞价外 其余人皆都参与了竞价 十号包厢中 三名穿着奇异的蛮人 同样迫切想要得到这零件 大哥 如果拍下这零件 我们就不用拍血修罗那婆娘了座与左边的一名蛮人 对着座与中间那名蛮人说道 右边的蛮人应笑道 有零件在手 抓下那血修罗一定要好好享受一番 让他知道我们三兄弟的厉害 居中的那名蛮人悠悠道 这次我们一共加起来才一百五十万下品玄金 刚才已经花了二十五万 现在只剩下一百二十五万下品玄金 想要拍下来恐怕不容易啊 这话刚说出来 其他两名蛮人神色都尾了下来 最终 经过一番惨烈的竞价 魏家以一百五十万下品玄金拍下了黄徽剑 六号包厢中 林孝在心里叹息道 真不愧是有名的大长池 今天当真是开眼界了 等日后我一定也要做一方的主宰 让我林家也称空比这更大的拍卖会 接下来 第三件东西居然是五千年的中食乳 功效与万年食乳液一样 只是那效果却比万年食乳液差得多 在林孝眼里 那根本不值一提 可是就那么一小瓶的中食乳 却也拍出一百二十万下品玄金 被那三名蛮人给拍了下来 这差点让林孝惊闪到了舌头 这么一瓶小东西居然如此有价值 而他曾经有一坛比这更好的摆在眼前 居然只装了三十来瓶 其他都让绿翁给吸收了 败家啊 超级败家啊 妈的跟着我的拳是败家宰林孝一副 痛心疾手的样子 拳要看到林孝脸色难看 没来由叹息道 这中五千年的中食乳 有着洗髓唾卖的功效 就算是帝皇阶强者都要眼红啊 可惜太贵了 我想买也买不起 听了这话 林孝的脸色更黑了 第四件精品继续推出 那赫然是两株六阶中阶火属性灵草 燕粉草 这两株灵草如成赤红之色 几片叶子宛若火焰在燃烧 看起来极为灵动妖艳 是火属性的极品灵草 对于炼气师或炼药师来说更为珍贵 因为服用它可以凝炼出几分先天火焰 使自身火焰的威力倍增 是炼气或炼药师梦寐以求的绝佳灵草 这两株燕粉草起拍价也不比以上三件东西低 最后更是拍出了110万的惊人价格 是由那名披着头棚的人拍卖所得 像他这样坐在大厅中 能出这种高价拍卖的真是绝无仅有了 毕竟有这等财力的人一般都会选择包厢 不然如此很容易引起别人的亏去的 好了 现在进入最后的时间了拍卖师清了清喉咙道 这时大厅中的人又开始喧哗了起来 他们都知道 按照以往的惯例 这压轴的好戏肯定是拍卖由董家那位 无品炼药师炼制的高阶丹药了 每一次丹药拍卖可都是几瓶一起捆绑式拍卖的 其中不乏入王丹 敬王丹或王吉丹这种四五品的精品丹药 然而 此次确实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这次拍卖的居然不是丹药 而是一瓶血液 确切来说是一瓶精血 吸接蛟龙精血 这瓶精血是某拥兵团深入蛮荒域所获 他们遇上一条受伤的蛟龙 宝然所获这瓶精血 经过鉴定 这瓶精血的血脉极其纯正 炼化这瓶精血可以拥有顶级的肉身 甚至有可能领悟蛟龙的天兵神通拍卖师解释说道 一般来说 只有高等级灵兽的精血才能借助炼化 提高肉身防御能力 如果其血脉纯正 灵兽又拥有天兵神通 那么炼化者有一定几率可以领悟其天兵神通 不是每种高级灵兽都会有天兵神通的 只有神兽血脉或上古一种血脉的灵兽才能拥有 而眼前的蛟龙精血 属于龙神兽分支 部分血脉浓郁的蛟龙是有天兵神通的 但也有部分血脉稀薄的蛟龙是没有天兵神通 眼前这瓶精血虽说是经过鉴定 但又有谁知道事实是否如此呢 这瓶精血起拍价同样定为五十万夏品玄金 不管能否领悟蛟龙天兵神勇 就凭那提炼出强悍的肉身就值这个价了 看着那一瓶精血 灵孝差点都要惊呼了起来了 自从上一次摩帝和他说过他修炼的金刚五 便觉实际上是上古金族古皇神宫 必须要有金族皇族血脉才能修炼 而他此前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吸收了万年十乳液 那里应该蕴含有紫胶龙丘的精血 这才让他修炼出了龙系 所以他觉得如果能吸收真正的龙族血脉 或许也能修炼出真正的龙系 增强防御 如今这瓶精血的出现 无疑让林孝沸腾了起来 他在心中下定决心 无论任何代价必须要拍下这瓶精血 到时 他炼化这瓶精血 便可以印证他心中所想是否正确的了 第三百七十张 我只好勉为其强 拍卖师刚较开始 林孝就立即较价55万下品玄金 在林孝一旁的玄耀被吓了一跳林凶 你真要拍这蛟龙精血 那是自然 我需要他林孝肯定地说道 拳耀再次认真地看了一眼林孝 颇以为然道 原来林兄已经颇具龙格 难怪 难怪 喂 别说得像神棍一样好不好 难不成你知道我为何需要这精血 林孝说道 拳耀摇了摇头道 我略懂几分观人之相 现在我在观林兄你成游龙浅哥之相 终会有飞龙在天之时 看来这精血非林兄莫属了 林孝美好气地看了一眼炫耀道 还真当自己是绝世神棍了 她心里确实在暗喜这神棍还有几分本事 居然能看出本少有飞龙在天之时 嘿嘿 本少不愧是人中龙凤的 魅力无人可挡啊 在六号包厢中 采仙子神色十分难看 她喃喃地嘀咕道 居然敢抢我养神草 我会让你知道得罪本仙子的下场 当精血拍卖价格到了90万夏品玄金后 竞价的人越来越少了 毕竟这精血还不知道能不能领悟出蛟龙的天兵神通 没有多少人敢花大代价去赌 林孝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浓了 仿佛已经看到那精血首盗的样子了 谁知 在六号包厢中传出竞争之声91万夏品玄金 林孝微微愣了一下 很快又跟进较价92万夏品玄金 93万夏品玄金 94万夏品玄金 95万夏品玄金 无论林孝家多少 采仙子都在后面多加一万 如今只剩下他们两人和魏家的人在竞价而已了 这 这女的声音好熟悉啊 居然敢和本少抢东西 林孝有些气节地说道 谁叫你刚才抢了人家的养神草 人家这是在和你抬扛悬要说道 这时魏家魏微虎把价格叫到了一百万 这次林孝并没有加价 他试试那六号包厢的女子是否会继续加下去 可是他没有出生 那六号包厢女子也没有再出生了 一百万第一次 一百万第二次 还有没有人加价拍卖师叫唤道 一百零一万夏品玄金林孝赶紧加价 然而六号包厢又响起了声音一百零二万夏品玄金 妈的 这女人果然是纯心和我抬扛林孝气脑地骂道 在三号包厢中的魏不凡神色也难看了下来 魏微虎问道 大哥还要不要跟进 魏不凡淡淡道 最高加到一百一十万 魏微虎点了点头 又继续加价 魏不凡同样迫切需要这瓶金屑 因为他修炼的是龙虎九遍玄宫 如果能有龙血脉精华吸收配合修炼 那将会是事半功倍 尽管如此 魏不凡很知道分寸 如果这瓶金屑代价代高就不划算了 六号包厢分明是与八号包厢在台康 他不想参与其中 反正最后不管谁获得 他还可以通过其他管道获得这瓶金屑 魏微虎喊了一百一十万 灵孝没有立即竞价 而是选择了沉思了一下 六号包厢果然又没动静了 灵孝但孝自语了一声 既然你要玩 我就陪你玩大典吧 一百万夏品玄金再加五千中品玄金 如果你们能高于这的价 我退出灵孝朗声道 一块中品玄金相当于一百块夏品玄金 灵孝这竞价相当于一百五十万夏品玄金了 他从三大黄街收刮得来的夏品玄金 加起来不过一百来万 刚才又花了十几万 现在只能以中品玄金加价了 他一下则多加了四十万 同时又扬言有人超过他的就不要了 目的就是要振折六号包厢那女人 他敢肯定那女人绝对不是冲着精血去的 他已经叫到如此高价 那女人还敢加价的话他也只能放弃了 三号包厢中的魏威虎逼骂道 八号包厢是谁 真是个疯子 居然花这么大代价要这么几滴精血 魏不凡眯了眯眼睛 神色尖闪过几丝杀意说道 我要他有钱买没命花 在六号包厢的采仙子也是冷笑 还真是个大肥羊 我不仅要你把我的养神草送上 还要把你洗劫干干净净 让你知道得罪我采仙子的后果 采仙子不敢再加价了 毕竟他要的效果已经达到了 八号包厢中的悬要对着灵笑树起大拇指道 没想到灵兄如此富有 以后我就投靠你了 行啊 反正本少还缺个书童 干脆你就给本少当个半读书童 把灵笑打去地说道 去你的 我堂堂一代悬门第一神算 怎么能安排这么低的身份呢 起码也要给我安排个师爷做做麻悬要清笑道 拍卖会结束了 灵笑几乎用完所有夏品玄金才拍得了一株五阶中阶灵草和一瓶精血 本来一直觉得自己很富有 现在却发现自己穷得发酸了 看来有机会 也得拿点东西出去卖了灵笑在心里暗叹道 就在灵笑要离开包厢的时候 悬要煞有介事地捏了一下手指 围皱了一下眉头道 你的桃花节要来了 灵笑对着悬要就踹了一脚我呸 说你是神棍还当真了 信不信有你 出了拍卖会自有份小悬要神秘兮兮地说道 灵笑也学着悬要那般捏了捏手指笑道 应该是桃花运 而不是桃花节 老兄你的境界还不如我高啊 悬要微笑不再硬道 三人从包厢内走了出来 立即感受到几道异样的神盲 难道还真被这家伙算中了 灵笑在心里疑惑道 三人刚离开了拍卖会 魔帝就对灵笑传音道 后面有人跟着 灵笑不动声色地应了一声 继续向前走 到三人离开了拍卖会的范围后 一道嘹亮的鸟鸣声响了起来 一只五色神鸟出现在了灵笑三人上空之上 一名美艳的道姑 手持着红服冷冷地俯视着灵笑三人 灵笑抬头看去 向着那道姑拱了拱手道 不知道这位仙子有何指教 他心里暗呼难道 这道姑看上本少了 这可该怎么办才好 本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呢 万一他要用强 我不只好勉为其强 将就将就 采仙子打断灵笑的乱 似乎想到 就是你 把养神草娇出来免你一死 如有反抗后果自负 这 这朗朗乾坤 光天化日之下 仙子你确定要打劫 灵笑一副认真讨问的样子说道 心里暗骂悬耀那乌鸦嘴 还真被他说中了 少废话 再多说一句 我割了你的舌头 把养神草拿出来 采仙子轻浮了一下 红服不耐凡地说道 这时 刚从拍卖会同来的人 以及附近往来的舞者皆躲的 远远地在看好戏 那就是采仙子啊 果然美若天仙 风情万种 小声点 他可是出了名的血修罗 惹怒了他 死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看来那小子就是刚才八号包厢的人了 居然敢和血修罗叫开 真是找死 快看 魏家的人也过去了 有好戏看了 只见两只四街低街的猎眼虎拉着一辆金色车子来到了林校等人附近 两名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人走了下来 钱杂人等让开 不然羞怪我无情采仙子瞪了一眼那魏家兄弟说道 在魏家兄弟身边的老仆冷恒了一声血修罗你好大的胆 难不成我魏家还怕了你 说吧 那名老仆腾生了一股强大的气势 朝着半空之上飞了起来 与采仙子对视了起来 这老仆显然也是高阶王阶的实力 根本不怕采仙子 在底下的魏不凡朝着采仙子拱了拱手道 仙子大驾 在下只想取蛟龙金血还请仙子割爱 采仙子犹豫了一下道 好 金血归你 我只要养神草 喂 我说你们还把不把我当事人放在眼里了 光天化日之下 你们居然做出如此恶行 难道 难道就不怕遭天遣吗 林校若弱地说道 他这话刚落下 引得周边的人一阵哄笑了起来 在南天城 拳头大就是硬道理 只要他们没闹得太大 没有在这里当众杀人 没破坏这里的秩序 董家的人根本不会管 快把养神草交给仙子 再把金血献出来 饶而等三人苟命 要不然 狠狠为微虎指着林校大声喝道 欺人太甚 你们这么做与盗贼又有何意 虽然本少长的人见仁爱 花见花开 纯洁无瑕 老实可人 林校一副委屈十足的样子说道 那眼神似乎都快挤出了泪水了 旁边的人听了 都有一种想要作呕的感觉 这压得当真是傻子 还是自恋过头了 居然在这种情况下 还敢开玩笑 林校还没说完 在上空的采仙子 就忍不住大喝道 你给我住嘴 给你三席时间 再不拿出来 废了你 听到没有 快拿出来 要不然虎爷我帮彻底变成人见仁爱的猪头 为微虎跟着不耐耐地喝道 苍天啊 诸位英雄 诸位豪杰 难道你就忍心他们如此欺负我这纯情老实的少年吗 还有没有天理啊 林校哀嚎叫道 在一旁的悬要都被林校这作态给弄得啼笑皆非了 你这该死的傻子 非得逼虎爷动粗 为微虎再也忍不住要出手了 第三百七十一张 好大好软啊 三少爷不要动气 让老仆帮你解决他 把那名女彩仙子对视的老仆降了起来 阻止为微虎说道 不用劳烦唐伯了 对付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子 还不值得让你动手为微虎钻了钻拳头 露出一股小沙之意 为微虎中阶临湿巅峰 在南天城也是出名的修炼天才 好战勇猛 年轻一辈中仙又敌手 三少爷 一个外来人 不值得脏了你的手 我看还是我来把那老仆劝说道 灵孝压制了境界的气息 可是那位老仆境界要比灵孝高两阶 自然一眼便能看穿灵孝的真正实力 已经是低阶王阶了 为微虎只是中阶淋湿 又如何与人家斗 人家一只手就可以把他给捏死了 为微虎没体会老仆的苦心 当即不耐耐地大喝道 唐伯你让开 本少已经好久没虐人了 正好拿他来开刀 老仆人露出焦急之色 向着为不凡头去求助的眼神 为不凡出声道 老三回来吧 让唐伯解决 三席已过 给我受死 站在五彩神鸟上的彩仙子气息 微微变得凌乱了几分 他不能再等下去了 一定要尽快抢到养神草才行 他娇喝了一声 五彩神鸟朝着灵孝飞驰而下 一阵阵霞光朝着灵孝绽放而来 霞光璀璨 公事凛然 显然彩仙子已经动了杀意了 妈的 还真是要强强美男啊 本少虽然英俊潇洒 魅力无边 可是你也不要着急投怀送抱啊 灵孝怪叫了一声 卖着云踪内影迅速躲避了开来 这时 那位家的老仆也朝着灵孝杀了过来 一道无比伶俐的掌影 带着呼呼之声拍了过来 就在那老仆人拍到灵孝的后背之时 一只强劲的手腕 把那老仆的手给捏住了 弄插 啊 那老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道骨折之声响起 他那拍向灵孝的手瞬间被折断了 发出一道撕心裂肺的惨叫之声 就凭你也想对我家主人动手 不自量力 我弟冷笑了一声 对着那老仆小腹重重地踢了一脚 那位家老仆顿时如死狗一般弹飞出大老远 摔在地上一动不动 不明生死了 刹那间 所有人都被吓得打了一个机灵 所有人都以为那三人不过是软筛子 可以随意软捏 可是现在却是载然相反 到底谁才是傻子 现在可以说一目了然了 卫家兄弟 打了一个冷颤 望着那没能起来的老仆 神色难看极了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居然敢杀我卫家的人 卫威虎撞了撞胆对着摩帝说道 他们卫家有黄街坐镇 不见得会真的怕了对方 摩帝朝着卫家兄弟冷冷地看了一眼 那双嗜血冷阴的眼神 仿佛来自九幽地狱的魔鬼 让人不寒而记 卫家兄弟刚接触到那眼神 似乎被打入了冷觉一般 一股绝望之意从心底冒了起来 仿佛他们都看到了地狱之中的 那堆积如山的白骨 那些落入血池中挣扎的魔鬼 极为阴身吓人 莫然 卫不凡双眼泛起金光 整个人瞬间恢复了清醒大鹤 一身外魔羞扰我心 壁鼓半步王街的气势冲天而上 一道淡淡的龙虎虚影出现在他身后 显得气质相当不凡 接着 他大力对着卫威虎重重一拍三地给我醒来 卫威虎被这么一喝 整个人才回过神来 脸庞还不停滴着冷汗 太 太可怕了 简直是的魔鬼 卫威虎抹了一把冷汗说道 魔帝不禁对卫不凡高看了一眼 心里暗覆心性不错 有望成皇 在另一边 采仙子根本没注意到魔帝杀人那一幕 只是仍然催促着五彩神鸟向灵啸下杀手 要夺取那养神草 魔帝找得了灵啸的传音 不用干涉他这边的战斗 他要好好陪着美丽的道姑玩玩 五彩神鸟摇动着雨衣 一阵阵斩斓的霞光不停地朝着灵啸轰去 灵啸一边迈着快速的身影一边怪叫道 仙子 你不能欺负我老实人啊 快把养神草拿出来 不然要你小命在五彩神鸟上面的彩仙子神色 渐渐变得苍白 他已经快压制不住自己的伤势了 好 既然仙子你想要 那我送给你好了 灵啸笑着应了一声 整个人腾空而起 不再选择躲避 而是直接朝着那一人一鸟扑了上去 不自量力 给我杀了他 才仙子已经失去了耐性 他冷恒了一声 指挥着五彩神鸟全力攻击 五彩神鸟仰天思鸣了一声 一道神盲从他那尖嘴之中射了出来 同时拍打着双翅 两束翅影朝着灵啸包裹而去 灵啸没料到这五彩神鸟居然还能形成包围进攻之势 瞬间拧起了蓝色的护明镜 双掌拍出排山倒海的攻势抵挡那汹汹的神光 周边躲得远远的人看着上空 皆是极为血液 一点都不怕遭到伤害一般 那年轻人是谁 居然能与采仙子的坐骑抗衡 难怪敢调侃人家 这年轻人很面生 应该是从外地来的 刚才他那仆人居然一招便把 卫家的首席仆人给废了 那可是高阶王阶啊 想必那年轻人的背景也不凡 强龙不压地投舌 卫家的人可不会就此善罢干修的 别吵了 好好看戏吧 看那采仙子如蛇的水妖 丰满的胸部 当道姑真是一大损失啊 全耀仰望着半空中的打斗轻叹道 这小子进阶真是神速 从坟地成匆匆一别后 居然已经跨越两阶 成就王位了 真不愧是能让我辅佐的真龙天子 仙子 你的神鸟不行 你再不出手 我可就要走了灵孝 灵孝有着痴妹蓝艳凝成的护明镜 五彩神鸟的神光 根本没对他造成多大伤害 那五彩神鸟已懂人意 他见灵孝如此轻蔑他 激起了全部的胸意 直接放弃了属性攻击 画出一道急速的影子 朝着灵孝啄了过去 五彩神鸟速度可不是乱概的 就算与帝皇街强者都有一拼 这也是采仙子欲危险时逃命的保证 灵孝一时不防 也没料到他速度这么快 瞬间灼到了他胸前 然而 所有人都以为灵孝必死无疑了 谁知 那五彩神鸟刚接触到灵孝半米前 一股灼热的蓝艳朝着他袭了过去 呦 那五彩神鸟发出一声惨烈的嘶叫 瞬间改变方向 朝着上空急飞而去 小鱼你怎么了 快下去杀了他啊 采仙子对着五彩神鸟急忙叫道 主人 不行啊 他那蓝艳太可怕了 只要被沾上肯定会被燃成灰烬的五彩神鸟传音硬道 没用的家伙 让我来亲自结束他采仙子骂了一句 跳离了五彩神鸟 从上朝着灵孝扑杀了过去 采仙子乃高级王阶 出手的速度极快 攻击力堪称恐怖 只见他手中的红符灰扫出一道道金烂烂的灵力 从四面八方朝着灵孝轰了过去 仙子 大家都是斯文人何必动刀动枪的灵孝风属性展开 在半空之上留下一道道残影躲过了采仙子的攻击 回过头来不忘调侃说道 看着眼前的美艳道姑 那成熟的韵味 那风情的神态 那饱满玲珑的身段 无意不对灵孝产生着巨大的诱惑 自上次在此天宗与吉贝心享受过一次人间之了外 灵孝到现在已经时隔快半年没碰过女人了 而此刻内体那沸腾的血脉却是被眼前这油雾给吸引的喷发了起来 妈的 再这样下去 本少把你给硬推了灵孝在心里暗骂道 就在灵孝微微时神一刻 采仙子吞下一颗素灵丹 速度提升了两三倍 瞬间到了灵孝两米之前 就在灵孝回过神之际 采仙子手中的红服已经扫了出去 只见那红服居然能无限伸长一般 朝着灵孝捆绑了过去 糟糕 灵孝暗呼了一声 刚想挣脱 可是反而被那红服给捆得紧紧的 乐的皮肤都渗出了鲜血 哼 我这红服乃是由数千年的金蚕丝炼制而成 就算是黄阶都不可能称的断采仙子冷恒地说道 此刻 他神色已无半思血色 整个人如大病出狱 苍白地吓人 既然你不舍得交出养神草 那我只能杀了你了 采仙子微微闪过决然之色说了一句 手中一使劲 欲把灵孝活活落成几段 仙子 你太狠了 灵孝收敛了调侃神情 一团蓝燕从身体四周开始蔓延了开来 只见那用金吞丝所炼制的红服居然被烧毁了 最后连一点灰尘都没有剩下来 什么 这 这怎么可能 采仙子张大了玉嘴惊呼道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灵孝淡淡地说了一声 接着道 既然你要杀我 那我不给你留点教训 又怎么对得起我自己 出吧 一道残影留在了原地 真身已经气到了采仙子面前 好快 采仙子再次动容 他刚想急撤 胸前坚挺之处居然被抓个正着 好 好大好软啊 灵孝咽了一下口水暗呼道 双手还轻轻地揉捏了几下 无耻的银贼 采仙子身子一软 可是他仍然能保持着理智 他尖叫了一声 一掌狠狠地朝着灵孝的脸庞映了过去 啊 灵孝错不及防 身体被轰飞了出去 鼻梁被拍得生痛 火辣辣的感觉让他惨叫了一声 两道 红臂涕飞溅了出来 银贼来日必取你狗命 采仙子整子唯唯一晃 他向着倒下去的灵孝大骂了一声 快速朝着五彩神鸟飞了过去 最后 有五彩神鸟带着他消失在了天际 第372章反打劫 不远的人望着刚才那一幕 嘴巴都张得老大 不少男人都露出了痛心疾首之色 苍天啊 我不活了 采仙子居然被人家给采了 要采也应该是我这风流采子采采 对啊 真没天理了 良的 这么伤害天理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难道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吗 哎 我的心碎了 我失恋了 最纯洁无瑕的仙子被人沾污 注定我经验难眠了 该死的小子 老子要用眼神杀了你 采仙子也好 血修罗也好 她的魅力很少有男人可以比挡得住 尽管她凶名在外 可是暗地里喜欢她的人大有人在 这些人一直都非常爱慕采仙子 从来都觉得她是完美的女人 是她们最想成福的女人 然而 她们的心目中的仙子 今日却当着她们的面 被人家给占了天大的平移 这能不让她们羡慕嫉妒家恨吗 同时 她们心目中对林孝却也是静阳里滔滔江水 做了她们一直想做 却一直不敢做的事情 哪怕是被折兽十年都愿意了 此时的林孝 蹲在地上捂着鼻子 一副痛苦难当的样子 刚才她轻薄了采仙子 虽然是有意为之 可是当站了平移后 却是被那美妙的感觉吸引住了 弄得她自己神魂颠倒放弃了防守 面门被狠狠地拍了一掌 鼻梁差点都要断了 全要从后走上来轻笑道 我说的没错吧 这就是你的桃花节 而且这劫难可没这么快结束呢 李压的管远点 这是桃花运 不是桃花节 没看到她们个个都羡慕我吗 真实的林孝 弹起了身子没好气地说道 心里却是对这神棍信服了几分 呵呵 小杰小男无伤大雅 最后剪平移的还是你 换做时我也愿意挨上那一掌 的悬要摇着白纸扇笑道 这时 摩迪走到了林孝面前微微躬身 然后指了指不远地为家兄弟说道 主人 他们怎么处理 林孝这才想起刚才还有人来打劫她的 顿时心中大火 亲子来打劫也就罢了 你们这两个臭鸟蛋 烂番鼠居然也敢来打劫本少 真是忽腻了林孝玩起了衣袖 玩成一副流氓样子 指着为家兄弟骂道 魏微虎何时受过这种气立即叫喝道 你娘的敢骂我们 你知不知道我们是为家的人 逝去就赶快让我们离开 要不然 哼哼 哟 魏家是什么东西 哪怕是天王老子来也不敢抢我的东西 林孝非常不屑地说了一声 接着走进了魏微虎又道 本少今日不仅骂你 还要好好教训你 出吧 筷子抡起一掌 狠狠地裹在了魏微虎的脸庞之上 啪 重重的耳光极为响亮刺耳 魏微虎被抽得摔出了几米远 几颗虎牙都吐了出来 我 我要杀了你 魏微虎看着手中那掉出来的牙齿 一股怒火腾生了起来 他堂堂为家三少 在这南天城一向横着走 没想到今天却被当众抽脸 这个人他丢不起 魏微虎如失去理智的野兽 抽出了背后那双板斧玉朝着林孝看来 可是他还没有砍到林孝 他大哥魏不凡已经拦在了他身前三弟别冲动 接着魏不凡转过身去对林孝拱手道 这位兄弟正所谓冤家仪接不结 刚才确实是我们不对在先 我在这里向你道歉 此事就此结果如何 呵呵真是笑话 刚才你们口口声声说要收拾我 要抢我精血 如今示弱 就向我道歉一声就想了事 天下没这么平移的事 林孝冷笑道 林孝自认为自己不是想惹事的人 可是这些麻烦却老是找上他 如果就这么算了 还以为他真的怕了 他可没有这么好说话 正所谓马善被人骑 人善被人欺 这个梁子已经结下了 何不做得彻底强硬一点 就算是帝皇街前来都不见得能让他服软 做人留一线 凡事好相见 更何况我们是魏家的 魏不凡闪过阴沉之色道 然而 他还没说完 林孝却已经出手 啪 又是绝快递一抽 魏不凡同样摔倒了出去 他只是半步王街 根本不知道林孝如何出手的 就算让他感应到 也逃不过被抽的命运 别老是抬你们的家门出来 就算是你们家大人在这 我照抽你们这两个兔为子林孝 十分不屑地说道 他现在正是要好好把被踩仙子拍的那一掌给发泄掉 欺人太甚 魏威虎大叫了一声 双腹朝着林孝砍了过去 你们欺负别人的时候 为什么不这么说林孝冷笑了一声 一股强横的威压散发了开来 周边闪耀着蓝色神光 魏威虎还没有砍到 就被强大的气势给阵飞了回去 一口鲜血情不自禁地喷了出来 你到底想怎么样才肯放过我们 魏不凡已经认清了事实 他冷静了下来对着林孝道 口气已经软化了 他身为魏家长子 未来的接班人 其性格可飞像一般的顽固子弟 早这么说不就好了 林孝粗鲁地吐了一口谈 接着才道 把那件灵气拿出来吧 既然你们要打劫我 就应该做好被凡打劫的准备 这年轻人真是太牛逼了 居然在南天城打劫魏家的人 当真是出生牛犊不怕虎啊 人家身边那个老者可能是黄街 要不然他不可能如此有耻无孔的 一个黄街又怎么样 魏家可是有足足三大黄街 魏家老家主似乎还是中街黄街 除了董家有数几人外 根本无人能敌 魏不凡脸色难看极了 他的灵件可是花了一百多万的 下品玄金购买的 要是真的把灵气交出 这损失可大了 给你三席时间 交出灵气 要不然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 灵孝双手抱胸说道 听了这话 魏家兄弟真是恨不得找条地缝钻了 这话好像是他们和彩仙子 刚才用过的 如今却被人家原封不动地送了回来 大哥 千万不要给他 家里上代长老应该知道此事了 他们会赶过来收拾他的魏巍虎 对着魏不凡道 魏不凡神色一沉 在心中暗骂真是无脑的蠢猪 如果魏巍虎不说这话 或许他会尽量失言一下时间 可是这话说出来了 百明是提醒了对方 如此对方肯定不会再浪费时间 和他们在这里废话 直接抢了 魏不凡已经看到灵孝神色阴沉了一分 赶紧取出了黄徽剑 丢向了灵孝 我们走 魏不凡拉起了魏巍虎转身 没入了人群当中 周边的人都是被这一幕给震撼到了 堂堂魏家大少和三少 居然在自己的地盘栽了这么大的跟头 这简直是史上头一遭吧 不过 他们都知道魏家兄弟绝对不会助此善罢干修的 快走吧 魏家有三大黄街 魏家老家主更是中阶黄街 要对付我们一只手就够了悬耀 看着把玩着灵剑的灵孝提醒道 灵孝收好了灵剑 朝着他点了点头 正准备离开南天城 突然 摩迪开口道 走不了了 灵孝与悬耀街紧张了起来 在人群中一名精瘦的老者 在一名娇艳如花的女子搀扶下缓缓地走了出来 那老者穿着一袭黑袍 没有丝毫能量波动 如普通人一般毫不起眼 唯一吸引人的是在他那幼胸位置秀有五颗夺目的星辰 在他身边的女子年方十八 正是少女的青春年华 一头子发随意飘荡 娇脸粉薄 唇红齿白 亭亭玉丽 神芒涌动 英姿萨爽 那少女正用着凶八的眼神瞪着灵孝 仿佛与她有着深仇大恨一般 灵孝对这少女的敌意感到莫名 心里嘀咕本少好像没占过她的平衣吧 那 那的好像是古巴大师还有董七小姐 不是好像是 明明就是他们妈 真没想到古巴大师会出现在这里 她可是我的偶像啊 传闻古巴大师不是神龙见尾不见首的妈 今天她怎么出来了 该不会为了眼前这三个人吧 他们应该是为为家兄弟出气的 据说为家喻与董家联姻呢 小心 那个老头是巅峰黄街 摩地传音给灵孝道 灵孝心神一跳 他都没感应到那老者的气息 早已经觉得他实力应该不凡 可没想到居然如此可怕 呵呵 三位别怕 老夫没有恶意那老者来到灵孝前两米 但笑道 灵孝上前一步对着那老者拱手道 不知道前辈有何事 面对这等强悍的大人物 灵孝可不敢怠慢了 那老者打亮了灵孝一眼笑道 小哥实力不错 如此年轻就已经是王阶了 灵孝对那老者的赞扬觉得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过还是谦虚应道 前辈顾欲了 在那老者身边的少女嘟着欲唇 美眸透着冷冷的寒意横声道 装模作样的小淫贼 小气不得无礼 老者侧脸吃喝了一声 接着又转过脸来对灵孝道 小哥老夫有意识相求 不知道小哥能不能答应老夫 前辈请讲 灵孝应道 心里暗骂难道这老不死的也要来抢劫不成 老夫想和你切磋一下 老者抬了抬老木淡淡地说道 他的话刚落下 还没等灵孝回答 居然率先出手了 第373章都火 谁都没料到老者居然说出手就出手 这简直与偷袭无异 不过 这老者也比较有份寸 他出手不快 却是刚好能让灵孝还有反应的时间 只见 他那两只老掌腾生起两团青色的妖翼火焰 火焰移成两只宛若实质的青狼 朝着灵孝张牙舞爪而去 灵孝来不及细想 排云掌连连轰出 痴魅蓝燕附在手上 瞬间拍向了那两只青狼 灵孝本以为那两只青狼一揭 痴魅蓝燕肯定会烟消云散 可是这次却出乎了他的意料 那两只青狼是被拍入了几分 可是却没有立即消散 那青色的火是仍然在滋滋地焚烧着 那老者唯唯一笑 老手做了几个牵引的动作 那剩下的青色火焰居然避过蓝燕 朝着灵孝脸部烧去 我靠 要回我容啊 灵孝打惊 全身迸发出强大的气势 痴魅蓝燕瞬间形成包裹之态 护住了他的脸庞 那青色火焰撞击在蓝燕之上 虽然被蓝燕给反吞噬了 可灵孝仍然被纳于进阵退了数步 既然前辈要玩火 那我就陪前辈好好玩玩 灵孝知道那老者似乎并没有任何杀意 于是胆大了起来叫道 紧接着 只见他手掌翻飞了起来 蓝色火焰开始如精灵跳跃 最后同样凝成一只狼形 这是一只蓝色的蜂狼 与他坐骑小金一样 只是颜色稍有不同 蓝色蜂狼不是很大 可是却很逼真凝实 一股凶性展露了出来 去吧 灵孝淡淡地说了一声 单手一挥蓝色蜂狼便朝着老者扑药而去 来得好 那老者露出兴奋地喜欢 一只老掌又连续挥动 青色火焰凝成一条巨蟒 朝着蓝色蜂狼撕药而去 灵孝神色聪容 双手不停地变幻 蓝色蜂狼似乎由他掌控 与那青色巨蟒撕药了起来 老者同样不甘示弱 老掌同样在变幻莫测 青色巨蟒宛如富有灵性 根本不与那蓝色蜂狼做正面攻击 只是在四周游斗 巨尾时而抽在蓝色蜂狼之上 灵孝没想到这老者控虎能力如此之强 他那蓝色蜂狼居然没沾到多少那青色巨蟒 根本没办法吞噬对方 反而被人家给慢慢消耗着 长久下去 他肯定必败 再来一只 看你如何招架灵孝淡淡地说了一声 另一只手蓝眼高涨 再次凝成一只蓝色蜂狼 两只蓝色蜂狼在他双手操控之下 同时对着那青色巨蟒左右夹击 欲把那青色巨蟒给撕蓝掉 老者不动声色 单手控制着青色巨蟒 从夹缝之中逃生 你有两只蜂狼 我也有四条蛇蟒 看看是你的狼厉害 还是我的蛇厉害 老者兴奋地笑了一声 单手一撑 那条青色巨蟒一分为四 开始一二比一 一老一少在控火对攻 让周边的人叹为观止 古巴大师的控火技能当真是鬼神莫测 精湛至极 古巴大师身为无品炼药师 控火技能当然娴熟 而那年轻人到底是什么人 果然也能与古巴大师玩火 简直不可思议 没看到古巴大师根本没尽全力吗 可能他只是想试试那年轻人吧 难道古巴大师不是再微微加出气吗 全要在一旁挥着白纸扇 一副血液的样子淡淡到 练药师的切磋当真具有观赏性 一旁的魔地沉而不语 眼神却是紧盯着那老者和灵笑 另一边 董秦秦仍然极度讨厌地瞪着灵笑 看他那眼神似乎恨不得灵笑 马上被活活烧死一般 场中 蓝色风狼仗着天火之故 在一一第二的情况下 仍然没有落败 只是 在气势上确实变得低沉了许多 灵笑脸上渐渐出现了汗水 如此控火 一点都不比真正炼丹的时候轻松 甚至消耗要更加大 小哥 再不加把劲 你这两头狼我可是要吃了老者一手富于身后 一手却是同时控制了四条青色巨蟒 脸上没显半点疲惫之色 看其样子还相当游刃有余 想吃我的狼 那你也要付出代价 灵笑咬了咬牙 双掌迅速翻飞 两头蓝色风狼长笑一声 发出悲鸣之声 各自朝着那四条青色巨蟒撞击了上去 就在那青色巨蟒要溜开之时 那蓝色风狼瞬间解体 通龙 蓝色风狼自爆与青色巨蟒同归于尽 那老者愣了一下 接着笑道 好好 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 不过这还不算结束 老者笑罢 另一只空出的手也伸了出来 双掌截出不同的手印 紧接着 在他周边闪动出一只只青色凤凰 最后截出六头青凤 青凤齐鸣 声音嘹亮 凤凰展示 六凤齐出 关道旁边的人接散得远远的 因为那火势实在太大 温度高得吓人 你有青凤 我也有蓝龙 林笑不甘是弱地喝了一声 双掌如影翻动 三条如龙似秋的蓝影冲天而去 哈哈 这明明是小蚯蚓 什么狗屁蓝龙 他们又如何与我的青凤相抗衡 老者看着林笑那三条龙秋不惊地 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要先试过才知道林笑淡淡应了一声 双手一挥 三条龙秋起出 青凤起舞 龙秋翻腾 在二人上空呈现出一幅龙凤争鸣的艳丽风景 引得周边的人阵阵惊赞不已 六头青凤展开雨林 朝着龙秋刺射而去 雨林漫天飞洒犹如千女散花 使龙秋防不胜防 一轮攻击下来 三条龙秋足足被削弱了三分之一 林笑脸庞上一滴滴冷汗冒了出来 他仍然加强灵气补充 使龙秋再度恢复过来 指手不攻 不是林笑的性格 只见那恢复的龙秋 龙手冲击 巨身横扫 利用强悍的身体朝着那青凤撞击而去 青凤防御稍弱 瞬间被冲碰的折翅涣散了起来 好小子 居然懂得利用优势 不过我看你能支撑多久 老者越玩越是起劲 双掌轻艳游动 青凤宛若欲火重生 再次绽放出生力 六凤乱翅飞舞 尖嘴卓咬 一副开始拼命的样子 龙秋同样卵足了劲 巨身翻腾 千钧横扫 欲与六凤决已生死 再给你加两只 看我耗死你 这三条小蚯蚓老者居然还有余力 再次催生了两只青凤加入了战圈当中 三条龙秋立即视若为己 林笑仍然在苦苦咬牙坚持 他在心里暗骂着老家伙的是什么火焰 居然能抗住天火之危 再如此下去我真的要败了 哈哈 小哥快快加把劲 老夫还没有玩过瘾的老者大笑道 该死的老家伙 以老七小孩如此的易 真不害骚林笑暗骂了一句 再次催动了林立过去支撑着三条龙秋 真是顽抗富裕了 看老夫结束你把老者不太尽兴避叹了一声 首应眼花缭乱地翻动着 上空之中的八只青凤 分散飞了开来 对三条龙秋形成包围之势 发出阵阵高坑的叫声 无数的雨林如暴风雨一般 朝着三条龙秋狂轰而下 三条龙秋宛若困兽斗 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 秋身被设成了一只指大洞 身体渐渐散了开来 看来要结束了 古巴大师真是厉害 只凭这一手足以秒杀所有王阶高手 哪怕是帝皇阶强者都不敢硬碰 那年轻人也不错 居然支撑了这么久 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没错 就算是一般的四品炼药师 都未必像他支撑这么久的 他还这么年轻 有如此高强的控火技 说不定对炼药很有天兵 如果他改行去当炼药师 只怕不出百年有望成为四五品的炼药师了 望着上空已经残废不堪的龙秋 灵孝在心里喃喃道 真的就这样败了吗 不 我不甘心 我有天火之助 怎么能输呢 灵孝非常不甘 一股不服输的倔强意志流遍全身心 适海之中的痴妹蓝火猪 似乎感受到灵孝的召唤和心情 猪体散发阵阵蓝团 一团团蓝色的火焰 开始朝着适海之外流溢了出去 瞬间 灵孝只觉得全身流荡着舒畅太太的感觉 刚才所消耗的灵力已经被补充了过来 而且还有着相当强大的能量让他爆发似的 小哥 你输了 老者淡淡地说道 上空那三条龙秋消散了 而他八只青凤仍然展翅飞跃 是吗 那你看看这是什么 灵孝轻笑了一声 双手再次翻腾 一只只手印结合在一起 一头蓝色的威武灵兽突然出现 这头灵兽体积同样不是很大 可是却很威武 龙首 鹿角 尸身 马尾 这赫然是一头蓝色的神兽麒麟 咦 这头小东西似乎有点意思 老者微微诧异道 败家宰去吧 把他们都给我消灭掉 灵孝目光柔和地看着蓝色的麒麟淡淡说道 麒麟似乎通小人意 缓缓地腾身而去 他的眼神闭逆地看了一眼那八只青凤 神色间流露出浓浓的不屑之意 八只青凤微微呆滞着 似乎被麒麟的风姿给振折了 好家伙 居然化形通灵了 这样才会更好玩 老者暗赞道 他目光落在麒麟身上 老木中透着几分认真欣喜之意 吼 麒麟怒吼 轻凤战斗 第374章只是一时失守 蓝天城董家拍卖会大门前不远 所有人都全神关注着半空之上 那一蓝衣青的火焰虚影在纠缠不休 时不时又发出叹为长指的惊呼之声 只见在半空之上一只小巧的蓝色麒麟 正在张牙舞爪地朝着那八只青凤扑去 那些青凤不甘示弱 发出一阵阵丝鸣之声 雨林不停地击射了出来 然而 蓝色麒麟根本不像刚才那三条龙丘一样 被那雨林给轰散了 只见那些雨林射在他身上 居然直接消失不见了 根本没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下一刻 蓝色麒麟蹊进一只青凤面前 张大了血口直接咬在了那一头青凤的颈膊之上 青凤没有任何反抗能力 直接被蓝色麒麟咬断了脖子 消散在天地之间 仅仅只是一回合 那青凤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消灭了 蓝色麒麟没有停留 画出一道道急速的身影朝着另一只青凤扑去 那只青凤不敢与蓝色麒麟硬碰硬 欲先避其风 躲过攻击再说 可是蓝色麒麟的速度宛若闪电 那青凤根本没退开几米 立即诱布了前面那只青凤的后尘 剩下的青凤仍然倾尽全力击设着阵阵雨林 可惜却是不能对蓝色麒麟造成半点伤害了 哇 这只麒麟防御更凶悍 居然遭受这么猛烈的攻击 没有任何损伤 你看那年轻人 刚刚明明已经快要历劫了 现在居然像吃了荷欢散一样 重新恢复了充沛的精力 对啊 那小子果然诡异 难怪古巴大师会要挑衅他 他 他那蓝艳 会不会是传说中的天火 这不可能 一株天火是何等罕见 据记载事上不过寥寥实数科 这年轻人纵然有几分实力 可是却也没有那实力去收服啊 哪怕是帝皇街见到都要退避三社 何况是他呢 此话有理 八只青凤 只在片刻之间便少了三只 气得老者哇哇大叫了起来 好凶悍的小家伙老者惊赞了一声 然后大喝道 五凤合一 随着他的话音刚落下 那五只青凤丝明了一声 全部朝着一个位置汇聚而去 那蓝色麒麟也不阻止 在一旁冷冷盯着他们五合一 似乎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一般 捧 青凤合一 火焰瞬间高涨 一只巨大的青凤瞬间遮住了大半天空 凤鸣高坑 心焰如海 小哥 看看是你的麒麟厉害 还是我的青凤更强 老者惊呼了一声 老掌开始变幻闪动 上空中的青凤展翅闪动 羞羞 青凤双翅展开 翅肩如刃一般 朝着蓝色麒麟头部切割而去 这次 蓝色麒麟并没有任由那青凤攻击了 而是选择了巧妙地躲了开去 灵笑一边控制着蓝色麒麟 一边抹过淡淡的笑容 眼神中充满了狡猾之色 青凤见蓝色麒麟选择躲避 以为他在胆怯了 当即仰天思明了一声 朝着蓝色麒麟追击而去 那双凤吃不停地挥动直刺 空中带着一道道绚丽的青芒之色 蓝色麒麟似乎真的害怕了 只是不停地闪躲 也没有反击 青凤却是越战越勇 追着蓝色麒麟的屁股猛攻 哈哈 快快认输吧 你的麒麟步行老者如同心大发一般狂笑道 灵笑微笑不语 仍然控制着蓝色麒麟在逃跑 而那老者浑然不觉那蓝色麒麟与青凤已经从半空之中慢慢降了下来了 青凤每一次几乎都要攻击到蓝色麒麟 蓝色麒麟又如泥丘一般滑了开去 老者非常不爽叫道 这小东西怎么滑不溜丘的 看我把你倾下 说吧 老者双手截出快速如影的结印 青凤受其牵引 速度几乎提升了一倍 给我破 老者大喝了一声 青凤随着他的牵引画出一道急速的青色闪电朝着蓝色麒麟俯冲了过去 蓝色麒麟也在这一刻加速 并且是往着地面飞了过来 我看你往哪里逃 老者是铁了心要灭掉蓝色麒麟了 再次催促灵力过去 使青凤再次加速 眼看那青凤就要追上蓝色麒麟了 老者脸上变得更加兴奋了 漠然 快将落到地面的蓝色麒麟居然朝着那老者的方向冲了过去 那速度害人至极 更是让人想不到这他的目标居然是那老者 老者一直处在快要胜利的兴奋当中 他都没想到灵笑这么狡猾 居然先是利用蓝色麒麟露出胆怯之意 一直在躲避青凤的攻击 通过这样的事 但是若让人觉得蓝色麒麟降落完全是被轻凤逼迫的 殊不知 这只是灵笑又敌深入之计 蓝色麒麟已经张开了盘大血口朝着老者咬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动容了 谁能想到这蓝色麒麟居然针对的是那老者呢 古爷爷小心 在老者旁边的董秦秦背下的幻容失色 怕一般的高阶王阶都要隐恨当场了 最大的破坏力 哪怕是一般帝皇阶都不敢轻易应接吧 在他身后的玄耀和摩蒂街露出动容之色 太强悍了 玄耀咽了咽口水说道 摩蒂眼神闪过莫名之色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娘的 你这娃儿想把老夫给葬了 居然耍出如此阴险把戏 太可恶了半空之上传来了老者不甘的骂道 只见那老者手里拉着董秦秦飞在了半空之上 躲过了刚才那一集 只不过他的情况似乎显得有些狼狈 那一席黑袍都被烧掉了大半 胡子宇那两副老媒更是少了一大截 头发也是极为凌乱 前辈你 你不要紧吧 林孝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 其实这老者一开始就没有对他动过杀心 只不过是想和他切磋一下控火技能 他自然也没想过要杀了老者 他已经猜到这老者肯定是一名高阶炼药师 要不然控火技不会如此娴熟的 老者带着董秦秦落到了地面之上 摸了摸自己下巴的胡须 脸色大绿好小子 不懂得半点尊老之意 居然把老夫的胡子都烧光了 太可恶了 林孝干笑了一下道 那个只是一时失守 一时失守 真是对不住前辈了 哼 一时失守就要杀人啦 要不是我古爷爷厉害点 我们就全葬生活海了 今天你别想离开南天成了董秦秦 扶着老者对着林孝吃喝道 其实以老者的能力 要躲过林孝一级不受伤害那是没问题的 然而 刚才董秦秦却在老者身旁不远 老者是为了要救他才被沾上了一点赤魅蓝燕 幸好老者实力超群 可以利用灵力把那蓝燕给震开 要不然也会被无所不分的天火烧死的 故此 董秦秦对林孝极为怒愤 并扬言不会放过林孝 小七别耍小孩子脾气 刚才确实是爷爷一时大意被这小子给算计了 这切磋 是爷爷败了 不能怪小哥 何况爷爷也是占了以大七小的平仪老者拉着董秦秦说道 接着他又对林孝道 这场比是算老夫输了 古 古巴大师居然认输了 这太不可思议了吧 确实是古巴大师输了 那年轻人虽是取巧取胜 可是却是实实在在赢了 毕竟这种较量不一定非靠力量才能取胜 有时候靠头脑赢得会更轻松 古巴大师胸襟果然广阔 不是一般人能像他这么干脆的 那年轻人也不错 居然赢了古巴大师 真是年少有位了 林孝梅想到这老者居然如此豪爽 没有真的恼羞沉默 顿时对这老者的产生了几分尊重之意 多谢前辈不与晚辈计较 晚辈也只是取巧 要不然晚辈绝不是前辈的对手 林孝拱手谦逊硬道 嗯 算你小子还有几分礼数 今天这事就这么算了吧 老者极为满意地看着林孝道 多谢前辈 林孝再次称谢 接着欲转身欲悬要和摩地离去 爷爷 你怎么能就这样放过这银贼的董秦 请跺着脚步一地说道 哎呀 我也不想放这小家伙走 如果 如果你能让他留下来 爷爷很高兴地老者摸着 那被烧成半截的胡子说道 好 我这就替爷爷留下他董秦秦居然当真 欲上前追及林孝 然而 不等他出手 两道身影从不远略了过来 那速度极快 瞬间便到了林孝三人上空之上 是何人杀我为家的人 一道惊雷般的声音乍响了起来 第三百七十五张老夫说你做徒弟怎么样 半空之上 两名三百多岁的老者散发着浓浓的气场 压得在场下的人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这两名老者赫然是为家的两名太上长老 二人皆是低阶帝皇的实力 其中一名老者手中还带着一名年轻人 那年轻人赫然是刚才被林孝教训过的魏威虎 魏威虎一眼便看到了下面还没有离开的林孝 立即对着拉着他的老者惊呼道 三老太爷爷 就是下面那个小畜生 他不仅打伤了我和大哥 还抢走了刚拍卖来的黄辉林剑 他身边的下人更把唐伯给打死了 好 好的很 居然如此嚣张 等老夫扒了他的皮 把他的头挂在城门外以静笑游 看看今后还有谁敢不把我们为家放在眼里 那老者闪过浓烈的杀鸡说道 就在那老者要出手之时 一道不爽的声音响了起来 魏老二 魏老三 你们胆子不小啊 居然敢在老夫头上拉屎 魏家二老听到这话脸色变得难看极了 他们没想到会有人敢用这种口气对他们说话 谁吃了雄心 那老者刚想骂人 可是看清了说话的人 神色变得呆滞了起来 接着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整个人慢慢降了下来 另一名老者也注意到了那人 神色同样变得滑稽了起来 赶紧像另一名老者一样降落了起来 不知道古大师在此 我们兄弟两失礼了 还请古大师尽量刚开始说话的老者 非常恭敬地对着此前与灵笑切磋的老者说道 刚才与灵笑切磋的那老者正是南天城最高地位的五品炼 要是古巴同时也是董家的首席 供奉太上长老与董家老族乃是结拜兄弟 魏家在南天城虽说是二号家族 可是其董家比起来就像是一只老虎和一只老鼠 根本不在同一个档次 而古巴的身份更是让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讨好着 要知道在南天城古巴的号召力是何等恐怖 只要他一句话 他们魏家不出一日绝对会消失在南天城 你们魏家好大的威风啊 想抢人家的东西就不准人家反抢 难道你们觉得在南天城就是你们魏家说了算吗 古巴淡淡地说道 他的语气虽不重 可是却透着浓浓的言威之意 已知刚才与灵笑切磋的时候完成是判若两人了 魏家二老听了这话 全身都嘟嗦了起来 古 古大师 你这话言重了 我们只是想替小辈讨会点公道 他们杀了我们魏家的人 也教训过我们家的两个孩子 此时我们也认了 可是他们居然还抢走了刚拍卖所得的零件 这这分明是不把我们魏家放在眼里 我们绝对没有对古大师和董家有半分不尽之意啊 魏老二上前一步对着古巴小生弟解释道 听起来好像还是你们有理了 古巴反问道 不敢 我们只想取回灵剑魏老二低头硬道 是啊古大师 我们取回灵剑就走 不会妨碍古大师的魏老三从旁道 滚滚 你们还要不要脸了 你家小辈要抢人家的东西 被人家反抢了 你们居然还厚脸皮来讨要 真是不害骚啊 除非你们小辈能凭自己的实力去取回 要不然这小子我互定了 或者你们和我切磋切磋 要是你们两兄弟两能赢我 我就让他把灵剑还给你们古巴非常不爽地骂道 此话一出 魏家二老神色都变得尴尬极了 还不快滚 真想和我切磋切磋 古巴玩起了衣袖 一副欲出手的样子 魏家二老被吓得连连后退 接着急忙拉着魏威虎灰溜溜地离开了 所有人都没想到古巴居然会回护灵孝 更没想到来势汹汹的魏家二老居然就这样被古巴给吓跑了 所有人对古巴的胸怀和实力更是崇敬万分 灵孝再次上前拱手称谢多谢前辈解围 哈哈那你要怎么谢我啊 古巴换了一个脸色大笑道 灵孝没想到古巴还当真了 迟疑了一下道 呃前辈有何吩咐 晚辈莫敢不从 灵孝对古巴这老头还是比较有好感的 相信这老头不会太过刁难他的吧 真的 古巴反问道 当然 灵孝肯定地点了点头 那把你的天火借给我用用 古巴悄悄传音说道 灵孝神色一僵 他没想到古巴居然提这个要求 他身怀天火可是没有多少人知道的 没想到古巴早已经认出来了 一珠天火 不管对任何火属性武者都是至宝 对炼药师更是有着绝对的致命诱惑 灵孝心里已经在害怕古巴会不会趁机杀人灭口 夺取他的天火呢 行了小子 老夫只是吓唬吓唬你而已 古巴笑道 接着问道 你是炼药师 灵孝松了一口气 点了点头道 是的前辈 昂 看你的控火水准 相信应该达到三品之境了吧 古巴再问 灵孝犹豫了一下道 真是什么野蛮不过前辈 好好 如此年纪轻轻就有这等境界 实在难能可贵 古巴十分满意地赞道 接着说老夫收你做徒弟怎么样 哄 古巴这话如点燃了炸药包一样 炸想在周围所有人的脑海中 古巴是何许人也 那可是堂堂的五品炼药师 是西北与南荒两地屈指可数的高品炼药师 而且其实力同样深不可测 身份在南天城更是高不可攀 多少年轻俊杰想要拜他为师 多少成名人物想追求他左右 可是 古巴一直视而不见 从没有听说过他收过徒弟和追随者 然而 今日他却是在大厅广众之下 心口对一名陌生的年轻人说要收他为徒弟 这简直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同时 又被林孝羡慕嫉妒至极 他们皆在心中暗呼着小子当真是走了狗屎 运了能得到古大师的青睐 换作他们任何一人 绝对是二话不说 直接跪下叩头拜师了 可是 林孝却是露出了为难之色 怎么 瞧不起老夫 老夫可是堂堂无品炼药师古巴唯唯有些不爽道 晚辈不敢林孝连连摆手道 那你已经有师门了 古巴又问 不错 还请前辈原谅林孝说道 对于古巴 林孝心中更多是尊敬 可是他从没想过这老头会动了收徒的念头 一时间让他有些受宠若惊 不过 他在心里却是自通道 可惜只是无品炼药师而已 如果是八品或九品炼药师本少 还可以考虑考虑 他这话要是让别人知道 只怕美人都会觉得他是超级大傻子 李这压的当真以为炼药师是菜市场的大白菜 一把一把随便抓啊 还八九品的炼药师才败师呢 真是不知所谓 哎 可惜啊 可惜啊 古巴当了林孝的回答 没来由失望万分 他这么多年来没收过意图 难得遇上如此上加资质的年轻人 本以为能传奇一波 不料却已有失门 这样他心中很不适滋味 看着古巴落失地转身走了 林孝心中同样不是很好受 没有眼光的银贼 扶着古巴的董秦晴瞪了一眼 林孝骂道 美眸中说不起地愤怒 这妞是咋回事 本少又没吃过你豆腐 老师骂我银贼 小心我真赢给你看 林孝在心中嘀咕道 接着又想早知道忽悠一下那老头也好啊 真不想看他难过的样子 正是个可爱的老头子一旁的炫耀走了上来叹息道 林孝赞同地点了点头 接着转身道 走吧 此地不宜久留 随后 林孝三人立即转身隐没在人海之中了 南天城卫家 卫家两名太上长老相当不爽地回到了家族当中 二人来到一名比他们看起来更年轻几分的老者面前 此人正是卫家老家主 也是二人的大哥 中阶帝皇的实力 唉 真是碰了一鼻子的灰 卫老三重重拍了珠泽叹息道 卫老大淡淡道 事情没办妥 别提了 本来要对付那小辈只不过是谈指尖事情 没想到古巴那老家伙居然替那小辈说话 还极力地维护他 真是气煞我也 卫老三非常气愤地说道 不 有此等事 难道那小辈还是董家的人 卫老大有些错愕问道 卫老二从旁摇了摇道 应该不是 据小虎那孩子说 他们应该是刚从外地来的 很面生 而且在我们赶去之前 那小辈还和古巴切磋了一番 什么 那小辈居然能和古巴切磋 卫老大动容问道 大哥你误会了 他们只是切磋控火技能 那小辈居然赢了 还把古巴的眉头和胡子 烧了大半 卫老二从旁道 如此看来 古巴那老家伙不应该回护那小子才对 卫老大猜测道 哼 炼药师都是稀奇古怪的性格 谁知道古巴那老头 是不是被烧傻了卫老三 讽刺说道 那小辈既然有古巴护着 那我们先不要动他吧 卫老大道 这怎么行 那小畜生杀了小唐 更抢了刚拍卖来的零件 怎么能轻易放过他 卫老三着急道 那你觉得我们可以和古巴叫板了 卫老大反问道 卫老三一时又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了 派人留意他们的行踪 他们一旦离开南天城 立即杀无赦 卫老大老墓中闪过浓烈的杀鸡道 第376章炼化精血 领悟神通 南天城是西北与南荒交界之地 可以这么说 在南天城北面以西方向是西北 而南面即是南荒 只不过 南天城与南荒之间 对着一条文明西北 南荒两地的大江 龙涛江 龙涛江横跨西北 南荒两地数万里 江水滔滔翻涌 犹如巨龙咆哮不休 江岸两旁骑栏峭壁 山市险峻 绿树匆匆 灵寿提名 犹如衣服天然水化月然于纸上 把头前停泊着几只往来西北与南荒的船只 船夫时不时已在船头拉着嗓子 放纵高歌 山野之歌 下欲回荡 别有一番风趣 在龙涛江上游与下游皆有势力把持着 上游乃是巨江宗的地盘 下游着游龙海的管辖 两宗皆是西北排的上号的九品宗门 巨江宗排十八位 龙海格则排十九位 实力相差无几 两宗之间为了争夺龙涛江的江上霸权 一直在明争暗斗 灵孝三人从拍卖会离开后 不敢有所停留立即朝着龙涛江奔去 其间发现有几名跟踪者 皆被摩地无声无息地干掉了 船家 你现在还过江吗 灵孝上前对着亦船夫问道 拍卖会花了大半天 刚才又与采仙子 魏家兄弟 古巴等人纠缠了一番 如今已是傍晚时分 现在 大部分船夫已经在收拾掉钩铁锁 似乎打算休息了 亦老船夫抹了一下脸上的汗水道 不好意思三位 金格尔已走了两趟 如今天色已晚 江中石油海鬼 不好出行 主人 何必这么麻烦 我们直接飞过去就行了 摩地不解灵孝为何要搭船 在一旁说道 龙涛江有两大宗门把持 我们贸然从人家的地盘飞行过去 只怕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灵孝应道 接着 他大步上前取出了一袋金币 向帝给了老船夫道 船家 这袋金币可购买下你这条船 船夫看着灵孝那一大袋金子 双眼冒起星星 连连点头道 够了够了 两条都可以买下了 嗯 那就好 这条船我们买下了 你可以走了 灵孝点了点头把金币赛到了 班夫手中说道 那船夫大喜 不停地对着灵孝称谢 抱着金币赶紧离开去了 走吧 我们自己过将灵孝对着摩地和悬要道 三人进了船舱当中 可怜的摩地被灵孝安排做了船夫 想想他曾经可是叱咤大陆的一代枭雄 居然落魄至私 当真让他有一种要哭的冲动 摩地虽然没有恢复巅峰实力 可现在也是帝皇杰的修为 利用灵气催动船只简直是轻而易举 那速度如飞溅一般击射而出 这一幕让那些附近的船夫惊讶得何不隆嘴 龙涛江十分宽阔 一般要往来一次需要半天的时间 对于摩地来说 只需要不到一小时就可以抵达了 不过 林孝并不着急 他吩咐摩地把船只使到江中央即可 他需要在这里炼化蛟龙金穴 夜色朦胧 角月当空 江色宜人 一夜偏周 横于江上 随着江水晃动 颇有几分血液的韵耳 悬耀立于船头 轻摇摆指扇 嘴里滴银沽液毒寒水 遥望空挡月 百絮愁心头 江峰俯了去 声音回荡在江水之中 带着几分愁绪之意 不知道悬耀想起了什么烦恼之事 船尾的摩地音声的眼神注视着悬耀 隐隐间透着几分莫名的底意 船舱之中的林孝 没有悬耀那般雅性和感触 他刚刚调整好最佳状态 手中多出了一只瓶子 这瓶子里面正是从董家拍卖行 以高阶拍下来的蛟龙精血 林孝清吸了一口气 打开瓶盖 一股温热支气涌了出来 他没有多余的动作 直接把瓶中的精血倒入了口中 起初 只觉得带着几分辛辣的味道 使人难以下咽 他忍了忍 终是全部吞入了腹中 紧接着 他只觉得腹中犹如被火点燃一般 五脏六腑皆向被火焚烧 难受痛苦至极 林孝强忍着眉发出半点声音 脸上却已是汗如雨下 脸色通红无比 林孝不敢大意 赶紧运转起古皇神功心法 开始炼化腹中的精血 当古皇神功开始运转后 那精血的能量开始被分化吸收 一部分朝着丹田涌入 另一部分则是分化至精脉 笑血脏腑 那一条条宽敞的金色精脉当中 仿佛多了一条条小型版的蛟龙 在欢快地游动中 最后分化的能量强化 冲刷了身体的所有机能 使原本金黄之色 变得更加深艳了一分 显得更是尊贵无比 那汇入丹田的能量 同样在丹田四周游跟凝结 丹田周围第一层防护罩 开始变得凝质无华 很快又形成了第二层防护罩 直至第三层也形成之后 才开始停止了下来 这正是三分归元气 第四层顾灵的大成迹象 灵笑根本不知道体内的状况 他只感觉到自己的痛苦 在逐渐地消失 体内能量在不停地狂涨 似乎自己能随时化身为龙 饱想游荡于天地之间 全身渐渐有一种 说不出的澎湃感觉 他都有一种 无论遇上什么对手 都能占而胜之的强大自信 灵笑也不知道 炼化了多长时间 他周边的神光 散发着璀璨的金光 把整只船照耀的闪闪发亮 使大疆四周都变得清晰可见 从远处看去 那船只仿佛有神灵降临 有一种说不出的 尊贵庄严的感觉 金光也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才渐渐地隐没了下来 锦儿没多久 一道如龙吟般的吼叫声 从船舱中传出 吼 龙笑九天 震耳欲龙 船只粉碎 江波翻腾 哇 悬要挫不及防 背着一道龙吟之声震得 头晕脑涨 耳朵轰鸣 脏腑震荡 一口鲜血狂喷了出来 整个人倒入了江中 摩蒂情况比之炫耀要好几分 可是同样背着一道龙吟下的魂不附体 单脚弹飞了起来 脑袋都觉得晕头倒向 耳朵只有嗡嗡的声音在无荡不休 摩蒂强行平复了一下凌乱的气息 赶紧飞入江中把炫耀给捞了起来 尽管他不喜欢炫耀 可是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这里 摩蒂往炫耀口中塞了一颗丹药 炫耀才渐渐恢复了几分声色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全耀有气无力地问道 脑海仍然觉得晕晕的 应该是主人有所领悟吧 摩蒂望着不远那如金龙将士的灵笑淡淡道 灵笑凌空站在江面之上 整个人陷入了沉思之中 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 脑海之中只有一条金色蛟龙在对着苍天嘶吼 那一道道龙吟之声阵的天地变色 云海翻腾 万物皆碎 这正是龙族的天兵神通 龙吟 蛟龙一族乃神兽龙族的分支 血脉浓郁的蛟龙仅有少部分具备龙族的天兵神通龙吟 而血脉稀薄的蛟龙更加不会具备天兵神通的 而刚才灵笑炼化的蛟龙金血应该正如那拍卖师所说 这金血绝对十分纯正 而且龙族血脉极为浓郁 正是如此才让灵笑莫名地领悟了龙族天兵神通 灵笑臂着眼睛静静静地感受着那惊天动地的龙笑 周身缓缓浮现一道龙形虚影碧逆四方 他仿佛有一种身灵自尽的感觉 而胸前觉得憋着一股气静 有一种不吐不快的冲动 吼吼 灵笑仰天接连长笑 镇的江水不停地翻腾轰炸了起来 江里的无数鱼金被莫名地被镇飞镇死 无数的水花从天而降 形成天然荧幕 带着几分仙境的韵味 摩蒂带着玄耀疾飞到了对岸的边上 他仍然能感受到那镇耳欲聋的感觉 耳膜隐隐发痛 玄耀实力相对太弱 耳朵都被镇得流血了 要不是 摩蒂带着他逃得快 只怕他都要被活活给镇死了 天兵神通当真可怕 摩蒂眺望着江中南南说道 同时 他心里悄然对灵笑 渐渐有了不少的改观 从他选择依附灵笑开始 他就觉得灵笑不凡 毕竟不是谁都能让三大义物 留在湿海之中的 当时灵笑还只不过是灵师阶 换作一般人 只存一样东西尽是海都要被撑爆了 而灵笑却是相安无事 并且那三大义物似乎还为他所用 摩蒂深知自己当年巅峰的时候 也没有这等机缘和能力 不过 并不是如此就能让他真正心悦诚服 可是 当他越是接触灵笑之后 他越发现灵笑的不凡 先是从静街来说 二十岁的王街确实相当了得了 而且还修炼了失传十万年的古皇神功 在同街内无敌 更可以越阶战斗 还有神秘的攻击式海秘法 这些都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现在 又凭借几滴精血领悟几率相当渺茫的龙族天兵神通 这一切都让他觉得不太真实 摩蒂的神色越发地难看 似乎不愿意接受自己慢慢有据服于灵笑的冲动 他并不知道他有这想法完全是因为灵笑已经凝成了真正的龙气 已经出具真龙之相 使人不禁产生膜拜尊崇的感觉 两久 灵笑停止了长笑 将面恢复了平静 可是江水之上却多了无数的鱼精腐湿 灵笑睁睁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神色充满了激动之意 他真没想到这几滴血有如此功效 不仅让他的肉身强化了一倍 更让他领悟了龙族神通 这简直让他转翻天了 哈哈 本少果然红韵当头灵笑紧攥着双拳爽朗帝大笑道 他没注意到 此时在江底下悄然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第377章大江危机 龙涛江横跨西北 南荒两地数万里 从高空往下俯视 只觉得江河宛若一条巨龙在盘旋着 那涛涛江水宛若巨龙咆哮不休 相传龙涛江是上古时候就存在了 据说是天狱之上一条龙神兽触犯天条被打落凡界 勇士镇压在这西北与南荒地带 龙神兽不甘被镇压 终日咆哮挣扎 欲逃离此地 可是数万年下来仍然无法逃离这里 最后神力消耗殆尽死在这里 龙身形成了如今的龙涛江 那龙血成就了现在的涛涛江水 关于这种传说 许多人皆是当作故事一般听过就不会放在心上了 不过 这大江之中确实存在着妖异的地方 每月逢十五 绝对不会有任何船只赶在这江上出行的 据当地人说因为这大江之中游水鬼 每月十五必定会出来索要人命 曾经已经有了很多历史证明了这一说法 逢十五出江碧雨 本来有人觉得应该是水里的灵兽在作怪 后来据江宗与龙海格都派有高手过去查探虚实 结果也是一去不复返 全部莫名帝被吸进大江之中 连船只和尸体都不再见出现过 后来也有两宗的帝皇街的强者潜入大江之中 欲解决着问题 让大江恢复平静 谁知两宗的帝皇街居然也是一去不复返 这时震动了西北 南荒两地 龙涛江因此有了另一个凶民允龙江 自此以后 无人再敢在十五出江游行了 今夜并不是十五之夜 大江本该风平浪静 不会有妖艺的事情发生的 可是 林啸刚才不停地在咆哮 震得大江翻腾不休 于今横死 大江之下悄然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似乎有着什么东西开始复苏了过来 江面之上 林啸感受着澎湃不休的能量 整个人变得无比自信 哪怕是现在遇上帝皇街强者 都有一战的勇气 他内视了一下自己的体内的情况 发现经脉 笑血脏腹等一切生理机能 皆变成了一种晶莹闪耀的尊贵黄色 而非一般的正常色泽了 可是这种色泽散发出来的生机 却比之正常色泽更加狂盛 能量回圈供给 给人一种永远不会衰退的感觉 丹田四周有三层浓浓的气径 把他重重互保在其中 一道道细小的神芒如垫不停地 萦绕在其上 最后似乎形成一条金色小龙 充满了灵性 看起来十分地神奇神圣 古皇神功 当真神奇 虽然现在仍然是第四变炼古小城之境 可是这肉身防御能力似乎已经再次出现了托变 如今哪怕再被帝皇街轰上一击都不会受伤吧 灵孝凝望着自己那双金色拳头难难道 接着又说如今三分归元气已经迈入第四层巅峰 不出一个月绝对有望进入第五层化灵之境啦 这一百多万玄金花的还真值 是时候离开了 不然他们该担忧了灵孝再自语了一声 转身欲朝着对岸飞掠过去 然而 就在这时江中响起惊涛骇浪的声音 沉默东西 灵孝莫名地低头看着江面上 只见江面居然形成了一支巨大的漩涡 漩涡越转越大 江水越转越急 仿佛如一只无底吞噬洞一般 那破损的船只被吸收了进去 周边那些死起的鱼金同样被淡入了其中 江水汹涌澎湃 江风刮得阵阵作响 灵孝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居然也被那犀利给吸往那窝眼而去 不好 灵孝心声警召 大喝了一声 欲腾空飞离至地 漠然 屋眼之间窜出了一道数十几米长的水柱 水柱如绳朝着灵孝捆绑而去 给我滚开 灵孝大吼一声 全山泛起了痴妹蓝眼 欲抵抗那水柱 可惜 那水柱凶猛至极 瞬间捆着他就往江里带了下去 糟了 灵孝全力挣扎 一身气静达至了巅峰 可是却仍然无济于事 搜 灵孝惊呼了一声 整个人被水柱带入了窝眼之中 在对岸边上的摩蒂发现了灵孝这边的异状 整个人画出闪电 朝着灵孝的位置飞掠了过去 当他达至灵孝附近之时 刚好看到灵孝被突入了江中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摩蒂望着那漩涡惊骇道 是水灵兽吗 摩蒂皱了一下眉头 接着双手高抬 一阵阵黑色的灵雾朝着他汇聚而来 给我去 摩蒂大喝一声 那团黑雾变成巨大的能量团 朝着漩涡砸了过去 轰隆 江水被轰得抛起了巨大的浪花 无数的江水四溅 然而 那漩涡不仅没有消失 反而犀利越来越强 摩蒂在百米之上仍然感觉到那可怕的犀利 直接着又是一道水柱冲天而去 摩蒂早有防范 随手轰出一拳 把那水柱给震散 嗖嗖 那水柱被震散 又直接喷出树道更加大的水柱 朝着摩蒂袭来 有古怪 摩蒂曾经乃是一代枭雄 一生战争无数 出生入死 没有什么场面没见过的 面对向他捆来的水柱 也不见他惊慌 飞拳不停地轰打着 水劲这么强 这次 摩蒂出尽了全力都没能把水柱轰散 有两道水柱已经朝着他身体捆绑了过来 摩蒂不敢停留 瞬间冲天而去 迅速逃离此地 水柱追到几百米的上空无力支撑全部落了下来 一点点晶莹的水花在夜色之中看起来十分地为美 全窝渐渐收拢 雾眼渐渐变小 最后江面再次恢复了平静 仿佛刚才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摩蒂再次出现在刚才那漩涡千米之上 皱了一下眉头道 应该还没有出事 不然我的神魂肯定受创了 顿了一下他又道 这大疆之中肯定有什么大凶物 要不然这水怎么会有自主的攻击意识 算了 你死了我也不好过 希望你能逢凶化吉吧 接着摩蒂转身飞回到了对岸边上 全窑从打坐中醒了过来 淡淡问道 领兄是不是出事了 摩蒂点了点头道 被不知名的东西淡入了江中 全窑露出一众之色 从空间界之中取出了一只小龟壳 摩蒂看到这只小龟壳瞳孔微微一缩 老木之中散发着淡淡的凶光 你是不是认出什么了 全窑抬起苍白的面孔对着摩蒂淡问道 全窑门 天机子 摩蒂眯着眼应道 我知道你能看出来 因为你已经是一个本已该死了的人 可是现在你仍然活得好好的 对不对 全窑长身而去对视找摩蒂问道 摩蒂没有硬化 只是冷冷地盯着悬要 好一会儿后才道 你就不怕我把你给杀了 死又有何道哉 全窑叹了一句 接着又道 我悬门历代只传一人 我贵为新一代天机子乃应是而生 辅助新一代圣皇成就无上罢业 而你本已是早该死的魔王 你双手早沾满了无数人的鲜血 如今圣皇上你重获新生 难道你没想过辅佐新一代圣皇成就一方威名吗 哈哈 少拿你们玄金门这一套忽悠我 五千年前本地就是一方霸主 又何须借助他人之力成就一方威名 何况他实力如此平庸 又如何当得起我辅佐于他魔地仰天 哈哈大笑了起来 哼 他如今不过二十岁就已经成就王阶 更是高品恋药师 拥有连他自己都说不清的神秘义务 种种证明 他未来将会无可限量 成就大陆的真正主宰 到时要破圣成神指日可待 难道你就没想过要到天域去看看那天外世界 不想去看看那强者如灵的圣况 全要不卑不亢地说道 别把他夸得天花乱坠 就算他天兵惊人 机缘符后又怎么样 历来天才如过江之清多不生数 可是却又有多少个能屹立世界之巅的 他们往往风投出境 狂妄自大 最后还不是落得一个英年早逝的下场魔帝反驳道 他与别的天才不同 他乃新一代圣皇 全要郑重有生帝说道 圣皇 别说是圣皇了 就算是神明都有可能陨落的一天魔帝不屑道 你信也罢 不信也罢 你自持汇聚服于他的悬要不想再不变了 哼 你是无话可说了 现在我和你算算你们玄机门的旧院 当初你们玄机门第十六代传人联合诸多所谓的正派人士围攻于我 差点让我命悬一线 却也被我斩杀六大帝皆 十八天尊逃生 这笔账本帝现在和你算魔帝气愤帝说道 几千年前 魔帝杀戮一生 成就凶凶莫名 威霸一方 可是 有一次却被无数的正派高手围杀 险象还生 几乎命云久悠 逃跑生后才知道乃玄机门天机子算出了他的行踪 告知了那些与他有仇的宗门 几大宗门联合在一起 对他进行猎杀 这是一直被他耿耿于怀 始终不能忘却 他这一生有两个最大的愿望 一个愿望就是斩了天机子灭绝玄机门的香火 另一个愿望则是斩了曾经背叛他的手下 众夺回自己的基业 数千年前的缘起缘灭 数千年后的因果寻骸 往事以往 恩怨已断 你又何必执着那炫耀轻叹道 放屁 本地杀了你 以泄心头之恨 魔帝大骂了一声 欲杀掉炫耀 第378章九头龙蛇 龙涛江 横跨西北 南荒树万里 江宽不知几千米 江水滔滔 波浪滚滚 在两千多米的江底之下 种种鱼精 各种水系灵兽不停地游荡觅食 它们一般潜藏在江底深处 平常难得一见 在最深处的一片区域当中 方圆数千里内没有任何一只水系灵兽感靠近 而那些灵质未开的鱼精 一旦进入那区域只有被无情吞噬的份 灵啸被那无情的漩涡带入了江底之下 只觉得自己的身体都快要被撕裂了 仿佛自己被万斤重的巨石压榨越来越难受 最后失去了知觉 不知道自己落于何方 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进入了一处神秘的宫殿之中 这 这是哪 灵啸四处张望了一下南南道 他刚想动一下身子 却发现自己全身骨头似乎都要散完了 那种疼痛让他汗如水下 显然刚才落入江中被那巨大的水压给压成了重伤 灵啸抬头望着被隔绝的水墓 心里疑惑重重 不过 他没有心思多想其他 毕竟在这种未知名的环境中 只有恢复自保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灵啸躺着默默地运起了古皇神功 一团团灵力开始恢复损坏的机能 不久前 刚刚变强悍的肉身 现在却是遭到如此无情的打击 当真是给他从头到脚泼了一盆冷水 让他难受至极 还好 经过那蛟龙精血增强的体质 恢复的能力同样加快了不少 只花了不到半个小时 他就可以重新站起来了 他望着眼前这一座巨大的宫殿 整个人变得惊骇了起来 宫殿显得古仆大气 神光惊异 好气辉煌 正闻繁琐玄傲至极 包罗万象 细雨森森 往着宫殿之中看起 却是看不清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只见阴身一片 与他的表面却是截然相反 漠然 在宫殿之中泛起石树点燃悠悠的光点 这光点似乎在不停地闪烁 似乎是某种灵兽的大眼一般 看起来极为诡异 一阵阵阵如冰似火的气芒从宫殿之中飘散了出来 一道道如哭如气的声声从内转出 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灵笑打了一个寒颤 后退了数步难难道 是 是什么东西 突然 那时数点蓝光从内向处击射了出来 一道巨大的收影随之出现 这 这是什么鬼东西 灵笑连连后退 直至碰到了那宫殿光幕才被阻碍了下来 只见眼前赫然出现了一头有着九颗蛇手的凶兽 这事居然是九头龙蛇 传说中上古极为残忍的凶兽之一 只见他那宛若龙身的巨大身体有着近百米之长 九颗蛇手不停地张大着血口 发出如哭如气一般的声音 一双肉翼不停地拍打 震得宫殿震晃动 幸好他那巨大的身体和四肢巨脚被一道道玄文神光给锁定住 要不然只怕他已经挣扎了宫殿而去了 这九头龙蛇可是有着可怕的凶名 属于冰火双重属性 八阶高阶的可怕凶兽 洗尸人类 在上古时候 是人类最为害怕的大凶兽之一 后来被人类的超级强者联手灭杀 赶入了爵士兄弟难以为害人间 灵笑完全没想到 在这龙涛江之下 居然有着这种可怕的凶兽 幸好被镇压在此 要不然将是西北南荒两地之大祸 该死的 一定是这凶兽带我到这的 这回可怎么办灵笑心情糟糕极了 如今宫殿散发的光木可以隔绝大江之水 可见这光木防御是何等惊人 更能把这爵士凶兽困于此地 足见这宫殿的不凡 那九头龙蛇不停地嘶鸣着 同龄大的眼睛泛着激凤不屑之色 听了 灵笑面临如此绝境 手中多出了一把青色长剑 长剑中龙影浮现 剑势逼人 这是从密境震天宗所获的青龙斩月剑 卑鄙的人类 别做无谓的反抗 乖乖在这里待着 等着被我吞噬把居中的蛇手居然口吐人言说道 他的声音极为尖锐 似得灵笑耳膜都生痛 全身都泛气了疙瘩了 一般灵兽 达至三阶初开灵兽 达至六阶可以欲空飞行 达至七阶可以口吐人言 八阶可化成人形 如今这九头九头龙蛇已是八阶凶兽 他仍然保持着本身没有化成人形 可是要口中人言却不是什么难事 这位 这位龙神大人 你 你带我来这有何贵干 灵笑强迫使自己镇定下来说道 他可不想惹火这凶兽 能拖延一下时间就尽量拖延 他可不想阴年早逝呢 别叫得那么虚伪 我带你来这当然是要吃了你 你身上有我足几丝精纯的血脉 说不定你能让助我进阶 让我脱离这该死的囚老九头龙蛇摆动着九颗蛇手说道 妈的 难道是那蛟龙精血把这家伙给吸来的 真是倒霉啊 灵笑在心里骂了一句 接着身体加快运转神功 使自己尽快恢复自保能力 手里紧了紧青龙斩月剑 欲时刻准备拼死一搏 本来想留你到尽知罪弱那天在吃了你 不过我看你并不想乖乖待在这里 快过来让我吞噬吧 九头龙蛇仿佛看起了灵笑的意图 他不想多生事端 张开血口 一股巨大的吸力朝着灵笑吞噬而来 灵笑身体不由自由地朝着九头龙蛇中间那蛇手而去 想吃我 你也要付出代价 灵笑身子完全不受控制 知道自己根本没办法与这九头龙蛇相抗 干脆顺势而去 手中的青龙斩月剑绽放出耀眼的绿光 朝着九头龙蛇蛇手轰了过去 垂死挣扎 那九头龙蛇不屑地说了一声 另一颗蛇手喷出一道冰柱 冲击在灵笑身上 弄插 灵笑只觉得胸前一闷 几根胸骨被震断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手中的青龙斩月剑握不住掉了下去 九头龙蛇中间那蛇手瞬间把灵笑吸进了嘴中 吞雨了下去 灵笑只觉得眼前一黑 接着一股腥臭的味道扑鼻而来 灵笑随着一股液体不知道流到了何处 最后总算停了下来 到蛇腹中了吗 灵笑晃了晃脑袋说道 接着 他只感觉到周边一股液体带着强烈的腐蚀性朝着他袭了过来 滋滋 灵笑的衣服很快被腐蚀的化掉了 整个人变得光溜溜的了 眼看那液体朝着他身体腐蚀而来 灵笑咬了咬牙 强催着痴魅兰燕包裹住了自己的身体 还好 痴魅兰燕是智阳之火 让那些腐蚀液体瞬间被蒸发隔绝了 灵笑灵光一闪 漠然放声大笑道 哈哈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这回我看你这条恶蛇怎么死 灵笑已经想到了脱身之际 当即取出了疗伤丹药 脸浮了几颗 运气旋功用最快的速度恢复身体 不会一刻钟 灵笑已经恢复了七层的能量 脸色都红润了很多 该死的恶蛇 这回看本少怎么炮制你 灵笑抹过一丝冷笑 一团蓝燕浮现在了手上 接着 灵笑随意一挥 那蓝燕朝着一旁的肉色器官燃烧了过去 瞬间 那九头龙蛇的某种器官被蓝燕焚烧了起来 原本扒下来的九头龙蛇突然翻腾了起来 嘴里不停地发出惊人的惨叫之声 宫殿被震的不停地晃动了起来 敢吃本少 真是活腻了灵笑说了一声 一边运泄蓝色护明镜 一边不停地拍出蓝燕 燃烧九头龙蛇脏腑 漠然 一股汹涌的液体朝着灵笑冲泻而下 显然 这是九头龙蛇从外溪进来的大江之水 企图有此灭杀灵笑于腹中 灵笑被那江水镇的头晕能长 幸好没造成什么大的伤害 估计是那九头龙蛇痛得死去活来 吸收进来的江水冲击来并不是很大吧 灵笑扒起了身子 更加发狠地拍出蓝燕 他要彻底地把这九头龙蛇给灭绝了 要不然还不知道这九头龙蛇还有什么后招呢 天火无物不焚 只要灵笑不去控制 足以把九头龙蛇烧得干干净净了 不过 灵笑还想把这具九头龙蛇身给留下来 有大作用 所以只焚烧了那些脏腑和肠胃 起初 九头龙蛇被烧得不停地翻腾 嘴里不停地撕叫 腹中的灵笑也受到了极大的颠簸 整个人几乎被晃晕了 没多久 九头龙蛇的内脏被焚得干干净净后 才停止了翻动 应该死了吧 弄得本少头晕眼花了 灵笑觉得这九头龙蛇应该是必死无疑了 于是 她从空间界取出了另一把灵剑 隐蛇剑 此剑正是灵笑在秘境镇天宗内从罗霸心手中所得 看到这剑 灵笑没来由想起了为她而死的罗美英 心中又是一片黯然之色 隐蛇剑朝着蛇肉画出一道拙烈的光芒 剑起一片肉碎 灵笑本以为一剑足以破开这九头龙蛇身 这龙蛇身的强悍出乎她意料之外 那一剑虽说破开了不浅的划痕 可是还不足以割裂龙蛇 我靠 这么坚硬的肉身 连灵气都破不开灵笑递破了一句 手中的隐蛇剑又连连地挥出竖剑 最后 灵笑在同一个位置足足挥了四十九剑 才割裂龙蛇身 破开龙蛇皮 从龙蛇腹中逃出了升天 总算又活过来了灵笑逃出来后 立即叹息了一声 迟料 身后又传来了一动 吓得灵笑魂不附体 第三百七十九章江底寻宝 就在灵笑庆幸逃生之时 一道斯明之声响了起来 灵笑被吓得寒毛竖起 赶紧朝着前方跑去 秋秋 一兵一伙朝着灵笑背后冲击而来 灵笑本以为这次要惨了 可是那一兵一伙轰在他们背后 没有几分疼痛感和冲击感 灵笑回过身来 只见那九颗龙蛇手 已经无力地垂落下来 除非他能葬斧重生 不然他肯定死得不能再死了 妈的 吓了本少一大跳 灵笑侥幸地拍了拍胸部说道 这时 灵笑已经确定九头龙蛇肯定已死 他大胆地走了过去 望着这巨大的龙蛇身 嘴里嘖嘖称奇 这九头龙蛇乃上古凶兽 同样蕴含着龙族金血 待我把他收起来 以后慢慢练化他的金血 助我成就古皇神功 灵笑大喜说道 他刚才不在腹中 把九头龙蛇给彻底焚毁 完成就是为了这具龙蛇身 除了金血之外 还有兽丹以及一身皮肉 筋骨 肉翅 皆是不可多见的炼器材料 灵笑才不舍地把它给毁掉呢 灵笑暂时没有太多时间 去研究这具龙蛇身 他的想办法尽快离开此地 要不然外面两人肯定会担忧了 灵笑取出了黑药顶 把整具九头龙蛇都收到了顶中去 黑药顶的储存功能可是相当强大 不是一般的空间界可以比拟的 然而 黑药顶刚刚出现 那宫殿居然出现了剧烈的晃动 接着它开始渐渐缩小 四周神光也随之收拢 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灵笑莫名地看着这一切问道 这时 黑药顶顶魂浮现了出来参见主人 黑药 这 这宫殿是怎么回事 怎么越来越小了 灵笑朝着那顶魂问道 它只不过是屈屈盛气 感觉到我的气息 当然不敢放肆了顶魂悠悠地说道 屈 屈盛气 灵笑傻眼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宫殿居然会是一件盛气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那宫殿变成了一方只有半米高的宝塔 宝塔流转着光滑的神芒 它顶之上有一颗耀眼无瑕的珠子 珠子散发着淡淡的晕音 隔绝着灵笑方圆两米内的江水 使其不受水压的影响 它是一件高阶盛气 它日如玉民主或许可以运间出气魂 成就神器 主人可以将它收下顶魂淡淡地说道 灵笑将这宝塔握在手中 一股股暖流涌入心坎 使它心境变得祥和平静了起来 看来这宝塔的原主人是想利用这宝塔镇压九头龙蛇的凶性 可惜它却是恶性难改 至此没能洗涤凶性 幻化人性灵笑难难地说道 接着他又道 这宝塔应该是谁属性 正是何时孟奇 等我回到宗门就以这为聘礼 求宗主让他允佩及我 灵笑心中有了好主意 心情大好 又盯着在塔顶的那一颗如拳头大的珠子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屁水珠 想来不会错了 要不然怎么可以隔绝江水呢 真是捡到宝了 灵笑取下宝塔之上的屁水珠 把宝塔也收到了黑药顶之中 有着屁水珠 灵笑在这大江之中如履平地 根本不需要费任何力气 便可以在这里随便走动了 既然来到这江底之下了 干脆就好好搜刮一番再上去把灵笑打定主意 于是便在世海之中给摩帝传音告诉他自己没事 摩帝曾留有一半灵魂在他世海之中 与他现在附在赵世人身上的另一半灵魂有感应 只要摩帝没死 他就会收到灵笑的讯息 不管是在海底或江底 只要有足够的岁月沉淀 都会有着惊人的财富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水底之下也可以孕育出各种不一的灵草 珍惜材料 罕见之宝 灵笑踩走没多久 便看到数只巨背在不停地张合着 这几只巨背居然已有两米多大 周边散发着淡淡的光晕 贝壳之中更有着晶莹的珍珠闪耀 像这种在江底不知道生存几万年的巨背 已经孕育成精了 他们似乎感受到灵笑的目光 立即停立了张合吐息 收敛了波动 归于了瓶颈 如果说一般的贝壳 只不过是女孩子的一种观赏之物罢了 而眼前这具背却不一样了 或许对灵笑来说作用不大 可是对于任何女人来说 绝对是至宝的存在 因为她里面的珍珠经过多年的孕育 已经含了许多水滑精气 只要一颗足以让任何一个女人保持容颜不衰了 世上哪一个女人不爱美 哪一个女人不想永远保持青春美丽的年华 而眼前的巨背珍珠绝对可以圆了她们的梦想 这回可好了 有了她们 难道还怕自己的女人变老吗 我要让她们个个永远都保持最美的样子 让本少宠幸她们一辈子灵笑搓了粗手欲 上前把那几只巨背给收了 可是 当她靠近这时 那几只巨背居然如有灵性 绽放出光滑 快速地朝着远方移动走了 我靠 真的成精了 如此更好 灵笑怪叫了一声 心里更是高兴极了 像这种成精的巨背所孕育出来的珍珠效果更佳 灵笑快速追了上去 一掌重重地轰在了最后那只巨背之上 哎哟 我的妈啊 怎么如此之应 灵笑双拳一颗轰回一般玄器 可是现在却没法轰碎这被壳 还震得自己的拳头生痛 可见这种生存数万年之久的巨背也不是一无是处的 灵笑不敢再拖大 万一让这几只巨背逃了 那可罪过了 她取出了青龙斩月剑 再次追了上去 一剑轰在贝壳之上 弄插 总算把其中一只巨背壳给轰烂了 一颗颗如拇指般大小的珍珠流露了出来 散发着晶莹剔透的神华 灵笑赶快把这些珍珠用瓶子都装上 以防它们的精气外泄 影响效果 收好珍珠后 她又把巨背壳也收了起来 这些巨背壳如此坚硬绝对堪比一般灵气强度了 相信拿去给那些高阶炼器大师 可以卖出极高价格 随后 灵笑又追上了两只巨背 破了他们的背壳 所有珍珠和背壳当然一律全收了 另外还有几只巨背已经消失在江底之中 他们的速度虽然没有灵笑快 可是却不知道躲在那些岩石中 再也找不着了 灵笑只能放弃继续寻找 其实它收获也算不错了 三只巨背一共孕育出了数百颗极品珍珠 这是一大笔丰厚的财富了 要是把这些珍珠拿到拍卖会上拍卖 只怕会引得任何女人都为之疯狂 肯定会不惜代价抢购的 这对他们来说就是命根子啊 灵笑放弃了追逐巨背 又开始在周围寻找江底宝物 这附近一直镇压着九头龙蛇 在附近方圆数千里之内 根本不会有什么可怕的水系灵兽 敢在这里逗留 大部分已经逃得远远的了 其他的早已经成为 九头龙蛇的腹中之物了 所以灵笑并不担心 会遇上什么恐怖的高阶灵兽 可以放心在这里游荡 对了 怎么忘记把小龙放出来了 灵笑刚走出几步 才想起紫焦龙丘 他可是土水霜属性的灵兽 让他出来也算是如鱼得水 何况那他对灵草 还有独特的敏锐感 说不定靠他能找到什么好东西呢 想到这里 灵笑立即召唤了紫焦龙丘出来 紫焦龙丘出来后 由那瘦小的身子 瞬间涨到二十几米条的身躯 迅速在江水之中翻腾游荡 嘴里连连发出欢快低鸣之声 似乎对这环境相当满意喜欢 小龙走 带我去寻宝 灵笑同样被紫焦龙丘的兴奋 带动得高兴了起来 当场跳上了紫焦龙丘的身躯 之上叫唤道 嗖 灵笑刚刚坐稳 紫焦龙丘画出一道闪电 朝着前方积设而去 有着紫焦龙丘这庞然大物带路 灵笑省了不少的利器 没过一会儿 便发现了许多三四阶的水系灵草 更有不少五阶灵草 这简直让灵笑笑得合不拢嘴了 这里简直是一片 没有被开发过的宝藏疆域 多数灵草都在千年以上的年龄 样样皆是水系灵草中的精品 看得灵笑眼花缭乱了 紫焦龙丘也是大宝口腹 他居然专检那些四五阶的灵草吞食 这让灵笑心痛不已 心里大货败家啊 怎么全收养了这些败家仔 又过了一会儿 紫焦龙丘又找到了一株 有着五六千年的青枣蛇藤 刚要吞噬 灵笑赶紧从他身上跳了下来 朝着那青枣蛇藤扑了过去 这可是五阶高阶的灵草 价格难以估量 要是被紫焦龙丘吃了 估计灵笑会心痛好几个月啊 然而 正当灵笑要取那青枣蛇藤之时 紫焦龙丘也是狡猾 瞬间横出了巨大的身体 挡在了灵笑之前 小龙 也这样好不好 这个不好吃 我给你吃这个 灵笑苦丧着脸爱声道 接着取出了一株 起红草放在了紫焦龙丘面前 可是 这回起红草居然失效了 紫焦龙丘居然没吃 就在紫焦龙丘向着那青枣蛇藤咬去时 灵笑的脸庞都在抽搐 心都在滴血了 妈呀 我的数十万玄金就这样没了灵笑在心里暗呼道 可是 下一刻 紫焦龙丘居然停止了动作 把头侧向了不远的前方 那双铜铃大眼流转出浓浓的好奇之色 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有发现 灵笑一看紫焦龙丘这动作就知道他肯定是有发现了 当即 他不等紫焦龙丘带路 自个朝着前方急射而去 他知道能让紫焦龙丘停下来吞噬青枣蛇藤的肯定是更加不凡的东西 比之五阶高阶还要更高阶的东西 至少也是六阶之上的灵宝了 灵笑怎么还能让紫焦龙丘节足先登呢 第三百八十张万年雪珊瑚 灵笑使出了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 他有着屁水珠之柱 犹如在陆地之上一般 根本不受水流的阻碍 速度快如闪电 紫焦龙丘看到灵笑朝着他看向的方向急驰而去 他露出一个不甘的低鸣之声 不再理会清早时疼 庞大的身体朝前滚滚压去 灵笑跑了一会便发现前面一片霞光不停地晃荡 晶莹闪亮 使人觉得一阵目眩不已 宝物 绝对的至宝 灵笑忍不住惊叹了一声 再次加速前行 后面的紫焦龙丘速度更快 瞬间便赶超了灵笑 灵笑望着窜过去的紫焦龙丘大叫小龙不要啊 给我个流点 但看前面那东西成形的霞光 就可以知道那绝对不是反品了 如果被紫焦龙丘吃了 那绝对是要他老命啊 然而 当紫焦龙丘靠近那霞光附近之时 一片漫腾朝着他捆绑而来 灵笑停住了身形 皱了一下眉头叫道 小龙小心 可是 他的叫声还是迟了 那些带着荆棘的漫腾瞬间 把紫焦龙丘给捆的结结是识的了 糟了 是血金腾灵笑惊呼了一声 他已经认出了那是什么灵草了 血金腾 一种吸食动物血液而生的四阶植物 他每一根刺都有吸食的功能 一旦被他给缠上 就算王阶都要陨落了 幸好紫焦龙丘已经是五阶巅峰 肉身也相当强悍 那些血金腾被他震得七零八落的 然而 那血金腾刚被震落又蔓延生长了出来 简直让人觉得匪人所思 一悔而后 紫焦龙丘又被捆成一团了 灵笑不敢靠得太近只能选择了远程攻击 灵笑举着青龙斩月剑 第一是碾花弄月 柔一年缠的攻势滔滔不绝地朝着那些血金腾给轰了过去 灵笑一连轰出数十招 纷乱的灵气不停地朝着那血金腾轰炸而去 一条条金腾落于地面之上 他们如活物一般不停地闪动 接着又扎于地面之上成长了起来 显得极为诡异 看着让人觉得头皮发麻了 那些刚成长的血金腾居然朝着灵笑击射了过来 妈的 这东西还可以再生灵笑骂了一声 手中不停地挥着强大的剑技 那边的紫焦龙丘不停地挣扎嘶吼 身子总是无法脱离血金腾的纠缠 灵笑这边也渐渐被那些血金腾给纠缠的手忙搅乱的了 该死 灵笑勇手避失 腰间被一条血金腾给结舌捆住了 那些金刺朝着他腰腹扎了进去 哎哟 灵笑被刺得疼痛地惨叫了起来 不过 那血金腾却没有把他的皮肉给扎破了 只是扎痛而已 还好 刚刚提升了肉体的防御 要不然就遭殃了灵笑暗暗叹息了一下 刚想把那缠住的血金腾给斩下 突然 数十道血金腾已经把他的身体全部给包裹了起来 我靠 给我全滚开 灵笑大怒 惊叫了一声 师妹蓝燕瞬间从他身体四周烧燃了起来 啪啪 那些血金腾被蓝燕烧得啪啪炸响 所有捆绑住灵笑的血金腾全被焚成了灰烬 老虎不发威 你当我病猫 灵笑大喝了一声 收好了青龙斩月剑 双掌拍出两道火龙朝着那些包裹紫胶龙丘的血金腾烧了过去 那些血金腾被烧断大部分 紫胶龙丘得已脱困 剩下那些的血金腾迅速朝着四面八方窜逃而跑了 紫胶龙丘似乎受了极大的惊吓 刚脱困就变成了小板的龙丘 朝着灵笑身后躲了过去 那样子显得极为滑稽 怕了吧 我让你贪吃 这回知道遭罪了吧 灵笑拍着紫胶龙丘的脑袋笑道 紫胶龙丘探头紧张地看着四周 生怕那些血金腾再度出现似的 灵笑不再理会紫胶龙丘 向着那霞光之地走了过去 是 是万年血珊瑚 灵笑看清那霞光之物没来由惊呼了起来 血珊瑚 是一种五阶的灵草 可以提高血脉的浓度 更可以让任何一名失血过多的人 或灵兽瞬间充补满血脉 是一种极品补血灵草 然而 在灵笑面前的则是一株鲜红如血的万年血珊瑚 那晶莹剔透的赶金散涨的密密麻麻 像是无数触角一般显得极为妖异 而在那珊瑚中间居然结出了一罕见的珊瑚果 这果子如拳头大小 就像是这株珊瑚的脑袋一般 灵笑也正是从这珊瑚果才能判断这珠血珊瑚有着万年以上的年份了 因为不达万年以上的血珊瑚是无法结出果来的 而眼前这珠血珊瑚却结出了一颗如拳头大小的果子 这年份绝对不止一万年甚至可能是两万或三万年之久了 灵笑愣愣地望着这珠血珊瑚 咽了咽口水眼神迸发出贪婪的神色 嗖 默然 在灵笑腰间的紫胶龙丘再次展现贪吃的本性 瞬间朝着那珊瑚珊瑚冲了过去 不要啊 灵笑大叫了一声 瞬间出手 抓向紫胶龙丘的尾巴 阻止他抢吃 然而正当灵笑抓住紫胶龙丘的尾巴时 一股甩劲把他甩出了大老远 滚蛋 哥和你拼了 灵笑稳住身形 再次朝着紫胶龙丘追了过去 可是 紫胶龙丘的邪口已经朝着那珊瑚珊瑚咬了过去 那珊瑚珊瑚是数万年以上的灵草了 已经成为七阶的高阶灵草 应该能感应危机 当紫胶龙丘的邪口来临之时 他居然避了过去 然后朝着江底下的尾巴沉了下去 企图避过被吞噬的命运 紫胶龙丘又怎么会把道口的美食放过呢 一下子窜于了尾巴之内追了下去 灵笑回到刚才的地方 整颗星都觉得在万般地刺痛 那可是逆天的七阶灵草啊 也是他修炼古皇神功第五遍的炼血之境必备的灵草 就如此逃了 就算没逃 也会成为紫胶龙丘的口实了 灵笑举丧地待在了原地 神情说不出的委屈 他垂胸叫道 苍天啊 我怎么摊上了这样的吃货 灵笑懊恼归懊恼 但仍然强打精神 开始在附近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发现 在附近百米内 除了有血惊疼石而出现之外 却没发现有其他好东西了 没过多久 紫胶龙丘终于从江底泥巴之下窜了出来 妈的 你这吃货还有脸回来 给本少滚 本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灵笑堵气地指着紫胶龙丘骂道 他真是背弃的难受啊 不骂出来会被憋疯的 谁知 这时紫胶龙丘突然张大了血口 灵笑被他这动作吓了一大跳 赶紧退出了老远白手道 喂 小 小龙你 你要干嘛 哥 哥可不是在骂你 我 我是在骂那血精疼 你别误会啊 咱家小龙可是人爱人爱 花见花开的 他的话还没说完 紫胶龙丘从口中吞出了什么东西来 搞什么 下半少一大跳 灵笑轻轻拍了拍胸口道 刚才他还以为紫胶龙丘生气要吃他呢 没想到这私事在呕吐东西 灵笑以为他呕吐的是什么残物 可仔细一看让他欣喜不已 居然是那血珊瑚 他没有吃掉 还保留了下来 唯独中间那颗果子不见了 灵笑赶紧过去拾了起来 露出侥幸之色道 还好还好 懂得给个省点 不枉哥真诚带你养你 灵笑把血珊瑚收起来后 又发现刚才紫胶龙丘吐出有别的东西 咦 这快是 灵笑疑惑地看着那散发着荧光的石头 难道是 灵笑似乎想起了什么 朝着取出了一把从秘境镇天宗那的来的五阶玄器 然后朝着那块银石砍了过去 叮当 电光火石 焦急乍响 居然砍不入 真是万年身影 灵笑惊呼道 万年身影 与灵笑之前在火山附中所得的万年玄铁是一样 都是极为震撼的炼器材料 也是炼制灵器或圣器的必备材料之一 眼前这一块有半米多大 足够炼制不少灵器用了 灵笑想也没想 立即收入了空间界之中 想来这万年身影是紫焦龙秋在追及穴珊瑚的时候吃到的东西 消化不掉才吐出来的 像万年身影以及万年玄铁这两种坚硬无比的材料 可不是那么容易格化的 一般的炼器师使用普通的火药格化这两种材料根本不可能做到 就算能做到 也不知道需要多少年的时间才行 药格化这两种材料 必须要用地火级以上的火焰才能办到 足见这两种材料的坚硬程度有多高了 就在这时 紫焦龙秋发出一道嘶吼之声 身体瞬间涨得几分 在原地翻腾了起来 灵啸不明白他这是干什么 整个人被震得倒出了老远 小龙你怎么了 灵啸冲着紫焦龙秋喊道 紫焦龙秋朝着灵啸嘶吼了一声 一道有别与以往的声音 使灵啸觉得耳熟 这 这是龙吟 灵啸惊得有些呆滞道 接着话出喜欢惊呼小龙你要进阶了 紫焦龙秋已经顾不上灵啸了 嘴里不停地嘶吼 庞大的身体不停地翻动 身上兽皮居然渐渐出现脱落之状 随着兽皮的脱落 里面显出一层淡淡的蓝色的心皮 心皮之上居然长着一片片闪闪的龙铃 而在腹下又破开皮肉 长出了六只鹰爪 在这一过程中 紫焦龙秋不停地咆哮不休 似乎在忍受着前所未有的痛苦